第1753章了结 十号接走自己的祖父 更想带走阿蛮 结果发现 这很困难 两人都没有苏醒 彭扶在沉眠 他露出忧色 真的很担心 十五爷跟魔尊之血融合 他并不意外 因为他早先得到了魔尊一团 封在神石中的真血 至于阿蛮的变故 绝对超出了预料 你不用担心 多半是好事 将来若是青铜门开启 你跟这条路上的强者 等若拉上了关系 天下若有决战 你可以得到庇护 老者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尤其是像他这么没骨气 自然各种低姿态 认真帮十号考虑与分析 阿蛮会成为仆从 十号问道 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 不一定 或许会成为传人老者说 接着他嘴唇吸动 又说 可能还有更惊人的事 也说不定 何亿 十号看向他 那等生灵 法力盖世 神魂永固 万劫不坏 我想多半有各种手段回归 或许这少女会成为他的眼眸 学了他的法 他便会有感应 可以看到当今这个世界怎样了 老者开口 他虽然跟一个孤魂野鬼差不多 但是见识也不少 因为活的岁月太长 连禁区之主都见过 更不要说其他了 这更不能接受 十号说 或许 真的是无上大造化 那石棺带 那个生灵选徒 老者又这般说道 十号沉默不语 他不允许阿蛮出现意外 无论发生什么 你现在实力还不够 肯定动不了 那口棺果上 有神秘的力量 我当年稍微触及 差点形神俱灭 不然的话 会比现在强 老者说 十号轻轻一探 这是现实 他修到岁月还短 真要涉及到 那个极数的手段 即使他在逆天 也无法化解 他要变强 到了今日 他越发觉得 唯有掌握 横推天地间 诸是敌的实力 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 不然的话 总是被动 阿蛮还好 他在这里不见是坏事 有可能是造化 而想到边荒的事 十号心中便发毒 边荒七王全部陨落了 原始地城崩开 熊熊燃烧 坠落大漠上 火灵儿生死未知 被安兰连同一周之地抓走 十号无力阻止 只因他修为不够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我要变强 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 前修 直至我可以屁腻诸实底 十号说道 坚定信念 他来这里救人 结果发现 根本带不走两人 相对来说 他能纵横三千周了 可是一旦涉及到未来之乱 他还显得很不足 他需要多久才能醒来 十号看住阿满 很遗憾 都没有能跟他说上一句话 还是儿时的记忆 随后 他又看向十五爷 自己的祖父应该没有危险 复苏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阿满充满了不确定 他无法预料 你放心好了 无人可以伤他们 最起码在三千周很安全 老者说 因为阿满有玉石棺保护住 至于十五爷 那里有魔尊的真血 在缓缓凝聚 非常恐怖 你帮我照看他们 十号说 他施展古代某种秘法 斩下老者的一道原神印记 进行熔炼 加以掌控 若有背叛 可以置老者于死地 老者很不甘心 但是也没办法 十号暂时离开了 沿着原路飞出恶魔岛 最后望了一眼 他一声叹息 他会等上一段时间 如果这里没有什么动静 那两人常年保持原状 那么他决定先行离开 去望我的修行 当十号行走于三千周时 九天上 暗流涌动 在某一古老的家族内 有人在低语 提到了十号 从了解到的讯息看 他还在三千周 没有离开 嘿 想下界弹何容易 强行下去 他会半废 我有些不明白 荒为何急着离开 要去下界 因为 他知道 在上界不安全 最起码 当年有人将他们定义 最血一脉 那些生灵中 有真仙 正在低语的人 对十号带着敌意 有几人在商讨 是否要去截杀荒 如今的十号 至尊下无敌 想要杀他 谈何容易 或许 唯有出动至尊方可以 不然的话 根本就没有戏 可见 这股势力多么的可怕 这个古老的家族 底蕴多么的深厚 有这种念头 敢于跑到三千走 对付荒 必须要有硬实力 算了吧 别出什么意外 也有人反对 或许 不用我族出手 三千周上那几位 就会忍不住啊 真能眼看着他 去下界八域躲避吗 有人冷笑 十号回到了秦族 见到了父母 弟弟 也见到了不老天尊 秦长生 石子灵和秦一宁 见他平安归来 先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又有些紧张 因为十五爷和阿满 没有归来 十号告诉了他们 那里发生了何事 让几人都震惊 祖父不会有危险吧 秦号惊异 阿满那孩子 到底要发生 怎样的变化 秦一宁心疼 有些担心 我也不知道十号摇头 一声叹息 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 准备等上一段日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将全力去寻找 回下界的路 不用你劳心了 老祖宗已经派人去寻找了 有了一些眉目 秦一宁说 这是好消息 十号正好头痛呢 而秦族实力何其庞大 若是暗中出动众多人马 效率自然会高尚很多 那好 在离开前 我去做一些事 十号离开了 依旧是一个人悄悄上路 这次 他去寻找关于至尊殿堂的一切 无论是人或遗址 都是他要寻找的目标 可惜 到头来 什么都没见到 一个月后 十号带着失望之色 回到秦族 孩子 通往下界的路有消息了 快要确定了秦一宁说道 告诉十号一个好消息 好 在离去前 十号想将一些事都处理好 可是 祖父还有阿满 能及时醒来吗 他一声轻叹 久留上界 时间长了的话 有些人是否会蠢蠢欲动 提前对他动手呢 我想要一件尽事 不被人打扰 十号跟父母说道 并且 他让皇蝶帮他护法 随时可以唤醒他 因为他要原神离体 去一个地方 了结昔日的一些事与心愿 你要进灵界 十子灵问 旁边 秦浩也露出惊讶之色 是 我想从灵界进入虚神界 十号点头 这 不会有危险吧 轻衣您担心 不会 十号摇头 下界有虚神界 传说那是由太古失去的 诸神的意志建构而成 而在上界 同样有这样的精神国度 只不过名叫灵界 其实意义相同 据文都是神道意识建构的 可是 到料如今 十号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他确信 无论是虚神界还是灵界 都很不简单 传闻 不足以能解释透彻 因为 他现在就是神 而且非常强大 他自问还没有那样的手段 建构出如此庞大的精神世界 此外 九天上 也有这种精神国度 只不过 这几年来 他一直在征战 还去了边荒 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 现在马上就要回下界了 他现在进入精神国度 也不是为探索究竟 而是去了结一件事 当年 他在虚神界时 曾打破各种记录 天降青铜碎片 若是十块收集完毕 可以得到一种智强宝数 当年 虚神界神秘的鸟爷 与金碧大爷 曾许诺 他若是足够强 能从灵界打下去 进入虚神界 就给他那种宝数 依据两人当时的说法 那宝数绝对恐怖 可能是石兄的传承 依照当时两人 透露出来的意思 很有可能是真龙宝数 或是涅槃的真黄秘书 这是十号所需要的 而今 他正在积极准备 要回下界了 现在自然要去灵界 走上一遭 去开启虚神界的门户 以便回到下界后 索取至强宝数 同时 来日他一定会仔细研究 探索个究竟 那精神国度 究竟有什么秘密 应探查个透彻 第1754章回须神界 慌呢 他在哪里 将魔魁元闹了个天翻地覆 将整座地宫与宝库搬走 结果最近他竟没有了动静 应该还没有回下界 强行下界的话 不死也废 三千周 许多大势力 都在猜测石号的去向 都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上一次他出手果断 太惊人了 有些大教十分紧张 一直在防备他 结果 这么时间以来 却不见他的身影 冥土 仙殿 天国等 这些道统 一个个都来头极大 有不为人知的隐秘 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倒希望他杀过来 早点击毙他 免得真的让他突破至尊 成为祸患 在一座 古老的殿堂中 有人开口 声音嘶哑 如同地狱中的神奇 在地狱 令人不寒而栗 可见 有些势力多么的可怕 就算十号在边荒一战中 杀出赫赫威名 照样有人不服气 毫不出他 例如仙殿 在边荒时 就曾有至尊说 那座秀极斑斑的铜殿中 沉睡着一名半残的真仙 不可揣托 此刻 有人嘴角擒着莫名的淡笑 不是多么害怕 但是 也有部分人露出忧色 例如妖龙道门 火云洞等 这是六冠王宁川身后的那些势力 一直在针对罪血后代 如果荒归来 向他们动手的话 防不胜防 为此 他们不惜暗示性的威胁 声称了解罪血后裔 等在上界的七地 言下之意 若是荒赶下杀手 他们会报复 因为了解十足 火族等的一些安居之地在哪里 边荒一战 安兰冒着化成枯骨的危险 强行破关 付出巨大代价 在最短的时间内 发出惊石一击 一把抓走罪周 等若掳走了 罪血一脉的根基地 不过 还是有部分人 散落与棲居在其他周 但那只是少数 布老山 十号在一间禁石中盘坐 一动不动 在其尖头上方 有一只金色的蝴蝶 翩翩起舞 在为他护发 此外 石子凌 秦仪宁等人 也都在附近 盘坐住 就算知道十号很强 如今神勇无匹 但还是怕他出现意外 因为自己的长子 如今在封尖浪口上 尤其是 了解到三千周 可能有真先后 他们一直担忧 怕十号被阻击 此时 十号肉壳温润如玉 但是没有了意识 因为他的真灵 进入到一片精神国度 灵界 浩瀚无垠 跟三千国的格局差不多 彼此相对应 大山磅礴 精气鸟鸟 这些地方古墓参天 原体虎啸 充满了原始与蛮荒的气息 这里是灵界 十号行走在大地上 不得不叹 建构出这样一片 精神国度的生灵 何其的强大 真灵活在这世界 跟在外界没有差别 淫富壮阔 从数万丈高的巨山上 垂落下来时 如同雷鸣般 响声巨大 瀑布砸在山壁上 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溅起阵阵白色浪涛 十号一路前行 他要去当年那处地方 要从那里沿住一条路 进入虚神界 不过 在路上 他了解到很多情况 因为灵界 每日都有很多修士进入 跟真实世界无差别 他们在谈乱荒 有些大教在防备我 甚至想对我不利 十号的西后 一阵冷笑 还敢威胁我 他一路前行 觉得若是路途上相遇 绝对不会手软 火运动的势力范围 说也巧 他进入灵界不久 路径一些名山大川时 德西距离火运动 不算很远了 现实中 各大教在灵界 都有自己的一些根基 因为这片精神国度 同样可以修炼 能培养精英弟子 十号背负双手 直直登门 天啊 那个人是谁 我没看错吧 第一时间 有人发现了他 因为 到了现在 十号绝对算是名人了 某些道统内 有他的画像 不是因为崇敬 而是因为担心 不认识他 而惹下大祸 尤其是跟他不目的大教 全都在防备 自然让门下弟子 仔细辨认与观看 他的画像 谁都没想到 一直没有动静的荒 就这么出现在灵界 来到了火云洞的地盘 这引发轰动 震动这片区域 顿时各叫人马 闻风启动 不少人火速赶来 因为 这是影响太大了 花 你想做什么 不要乱来 火云洞 锁在区域 灵气滚滚 紫霞战战 鲜舞朦胧 在那里 有一片紫色山体 被开凿出鼓洞 蕴含着浓郁的天地之精 更是由火光滔滔 十号黑发自然披散 看起来很清秀 但是 此时的气势很惊人 如同一尊严肃的地仙 均临此地 他背负双手 站在这里 透发着恐怖的气息 俯瞰这片山川 轰 十号抬手 一掌向前按去 结果紫色山体 接连爆开 火光冲天 这个地方发生了大崩溃 所有人都傻眼 这是怎样的一股威势 他站在山门外 一掌拍出而已 前方无论山门 还是护叫法阵等 全部崩碎了 在那里解体 当其他势力的人 听到消息 感到在这里时 无比惊悚 看到满目疮痍 一片废墟 就是这么的直接 十号经过这里 横推了火运动 在灵界的根基 不要让再听到威胁之语 不然的话 我会杀上门去 这是十号留下的话语 而后 他继续上路了 很多大势力 并没有亲眼看到 十号出手 但是却知道 他有多可怕 光是那片废墟 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这一意过后 现实中的火运动 许多强者大口咳血 面色苍白 如同大病了一场 因为 在灵界被击杀 现实中 一定要大病一场 元气大伤 十号一路前进 不久后 又遇到了 妖龙道门的根基地 他在这块区域 更不客气 一拳轰了过去 击穿山门 将一群高手打爆 化成血雾与流光 就此消失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震动了三千周 随后 十号没有在张扬 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他横渡长空 竟只赶到了 通往虚神界的 那处地方 这块区域 十分壮阔 山崖上 有凶情筑巢 巨大无比 如同乌云遮盖 地上 有神一爬洞 每一头都足有 牛犊子那么大 各种凶情猛兽出没 对一般人来说 很危险 十号如履平地 来到了这里 前方 混沌气朦胧 金光影线 透发出古朴的气息 就在那里 有一对黄金门 十分宏大 半壁合住 有一道缝隙 这就是目的地 十号没有迟疑 用手一推 开启了黄金门 而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尊石人 有神奇之光影线体内 何人 石人居然开口 当年 十号上来时 他可没有动 也无神念 像是无感之般 如同塑像 现在 十号的血气太旺盛了 经得折眠的石人复苏 睁开眸子 射出两道金光 我要路进这里 去虚神界 十号打 当年 他小心翼翼 生怕惊动石人 而金则无所忌惮了 石人很强 他能感觉到得出来 但是阻止不了他 石人短暂沉默 然后轻轻一探 道 我能力有限 无法对一个突破 寂静的生灵 做出任何干预说罢 霞光一闪 这石人退走 就此不见身影 很明显 它是灵界规则的一部分 石号迈步 沿住一条石路 快速而行 他通往一座铜雀坛 当年 石号第一来这里时 曾跟凤舞一战 也同火金族腾一争锋 力压对手 被称为下界大凶 石号没有停留 沿住时间路 往下而去 在虚神界时 鸟爷和金碧大爷 称这条路为天路 当年 石号出路争龙 从虚神界 胆大包天地偷渡到灵界 就是走的这条路 当时很吃力 耗费了极大的力气 而今 他缩地成寸 快到不可思议 最后 他到了 一对巨大的门 阻挡在那里 镇压两界通道 那对门闭合着 很严实 没有一点缝隙 因为 当年 当心上界生灵入侵 杀尽下界 故此被封住了 石号心中不能平静了 他的真身还没有归回 可是一直却先降临了 要进入那熟悉的旧地 东 石号锤门 顿时发出巨大的声音 震动这片谷地 混沌翻涌 这是唯一的路 连层下界的精神国度 石号心中有些激动 或许 这样闯过去 能立刻见到一些熟人 也说不定 只是 敲了很久 这扇门的背后 都没有反应 这让他猝眉 怎么过去 总不能直接轰开吧 须知 这可是为阻挡上界 生灵下来 才设立的巨门 镇压住通道 肯定坚固不朽 难以破开 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自古长存 屹立在这里了 当然 事情没有绝对 他曾听鸟爷 与金碧大爷说过 当一个人强到极致时 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 轰 石号出拳 光芒万丈 震动整座巨大的门户 无论是虚神界 还是灵界 这片精神国度 看重的是 强者在各境界的 极尽修行 让他们可走到更强 也就是极尽生化 故此 石号出拳 将是非常恐怖的 会带动来很大的影响 轰隆隆 大门震动 发出可怕的光芒 并伴着轰鸣声 谁 终于 门的背后传来声音 这般贺吻 下一刻 神光璀璨 宛若非仙 大片的光雨 将石号笼罩了 刷的一声 他从此地消失 进入虚神界 第1755章回归 石号出现在一座平台上 仔细看 周围有一根又一根 粗大的石柱 将这里围起来 闪耀着神秘闪电 那些电弧 有赤红色的 有黑色的 射人心魄 他们交织在一起 如同一条又一条铁链 缠绕在那些石柱上 将这块平台封锁 上界生灵 有人低语 那是一尊银甲神灵 跳动着璀璨的火光 体外燃烧着 异常强大的真火 石号露出异色 他从石门背后过来 居然静止落入一片囚龙 被封锁住了 我没有恶意 本属于八玉 如今回归石号说 同时 他在仔细观察 这个银甲生灵 可能不是真正的生物 而是属于虚神界的 规则所化 守护这里 最爱吃兽奶 果然 被石号猜中了 他是规则所化 眼眸中符号流淌 明示石号 道出了他的身份 这一刻 石号很是羞愧 第一次觉得难为情 因为 这的确是他西年的身份 进入虚神界后 不断破纪录 他曾化名 最爱吃兽奶 这就是他在这片 精神国度的身份 现在 就是重提 即使他脸皮在后 也觉得脸红了 若是让人知道 堂堂的荒 年少时 曾经这么的另类 有过这样的名字 传到上街去的话 一定会被笑掉大牙 这也太可笑了吧 荒 一个吃奶娃 此时 石号有种冲动 要毁尸灭迹 去掉这些污点 这些黑历史 一定要抹出个前进 太难为情了 不对 你身上有不可揣夺的气息 原因不明 无法放你出来 迎假神灵说 我时间不多 还请通融 不然烦请你去 请鸟爷他们 石号说 然而 这只是一段规则 不是有感情的生灵 很执拗 不肯放石号离开 并且发出警告声 轰 最后 石号出手了 轰这片平台 要打出去 虚神剑 灵剑 都有一个可怕的限制 那就是在特定的区域 任你神力绝世 也会被限制 跟这片地域所能展现的 最高等级降服 例如 有的地方只能展现 斑穴境修为 有的地方只能展现 动天境修为 现在 这里绝对的压制 石号哪怕是 顿移境界修饰 现在也一下子 被进步在 尊者境界了 想要破除这种阻挡 唯有突破极境 打破封锁 超越规则的极限压制 石号是谁 一路走来 他所修的每一个境界 都是如此 每次都突破极境 在各大境界进行升华 故此 他这样全力出手 拼命攻击 结果是可怕的 最后 他生生轰塌了平台 击碎了石柱 扯断了那些神链 杀了出去 那赢甲神灵 化成一道流光 就此消散 这里的一切都消失了 石号正正出神 他发现自己 站在那对剧门前 脱困了 而且是在虚神界一方 这条路 并不陌生 当年就站在这里 有祭坛 有古路 还有迷雾 这片地域很安静 因为平日根本无人过来 东 石号迈步 直接进入迷雾中 他想深入虚神界 去看一看 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如今虽然不是真身 但元神提前下界 让他还是很激动 或许 可以碰到熟悉的人 当然 也有可能遇到昔日的敌对势力 不过到了现在 石号还怕什么 在这下界八域中 难有阻抗者 昆蓬雨落在下界啊 折纸传的女子来历诡异 还有西陵界那里 亦很神秘 石号自语 他觉得有 那么一瞬间 他太自我膨胀了 仔细想来 这下界有很多秘密 等他去探索 还是谨慎一点吧 最起码不能弄得天下皆知 我回来了 石号觉得 不要惊动四方 而是先了解当下的情况 八域究竟怎样啊 是否有什么变故 想到这里 石号遮住脸孔 没有露出真身 他登上了一座祭坛 破空而去 闯进虚神界深处 葛姑 因为少年奇才 这几年突然崛起 震动八域 少有人知道他的出身 但是奇过人的天资 注视惊动天下 因为 他在虚神界 一直在挑战各方高手 战绩辉煌 无一败 有人说 他可能是一条真龙 因为现实中 有人追逐其踪迹 曾看到他化龙 腾天而去 速度太快 一条年岁很小的真龙 出现在下界 那是何等震撼之事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其潜力 的确可怕的吓人 甚至 有人已经将他 跟昔日的小事并论 认为他达到了那种高度 不断打破各种记录 西顾 是个青年 最近半年 突然崛起 同样震惊天下 因为在虚神界 他是无敌的 强大的过分 他比葛姑年岁大 如今有二十余岁了 但是 无人知道他的真正修为 因为 虚神界不同区域 所能显化的修为 是有上限的 被禁锢了 或许 西顾是为了挑战各种记录 他在不同区域出现 半年来 一路都是横推所有对手 无两招之敌 这相当的吓人 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有传说称 他可能来自西灵界 是个极其神秘的种族 许多人都在叹息 西顾出世太晚 以他的年岁 若在早几年的话 说不定能遇到当年的 大十余小十 今日 西顾与葛姑并列 就如同当年的双十一般 并且 今日他们将有一次大对决 也是他们第一次争锋 双雄争霸 就在今日要分出个胜负了 谁是天下第一 真是让人激动 而期待啊 虚神界 在这一日很轰动 许多人都在猜测 两人谁更强 这是一场盛事 引发轩人大波 各方势力无所不在关注 许多人进入虚神界 只为目睹他们一战 一条真龙要跟西灵界开战 这是大事件 这两人可是打破了很多记录啊 你们说 他们是否要去破小时的那些叫记录 听闻这两人还没去触及 可能要再等上一 两年吧 现在他们多半没有把握 一条真龙究竟是否为真 西灵界无比神秘 西固真是走出那里的强者 这让人期待诸多高手到来 这块区域早已挤满了生灵 占据有力地形 只是为了观战 当然 中心区域那里很空旷 是战场 无人靠近 那是为葛姑与西固流出来的 此时 两道身影已经出现 带着迷雾 带着萌萌神光 十分神秘 从两个方向而来 但是 砰的一声 有第三道身影从空中降落 到了这里 何人 速退 西固开口 他是个青年 体魄修长强健 黑发浓密 肌肤呈骨铜色 毛子若冷垫 这个青年别人看不清真容 但是对十号来说 根本不成问题 天眼自然可破开迷雾 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眉清目秀 气质超凡 很不一般 有些超然的味道 一 十号很惊讶 这两人都绝对不一般 这里是战场 请你退走 那少年也开口 十号没有退后 而是盯着少年 看了又看 道 根骨齐家 良才美智 但多半早有世尊 可惜了十号 看中那少年 他 竟有了收徒的念头 笑话 妄想收我为徒 少年很傲气 听出了十号的意思 当即冷笑 病道 你这人倒也狂妄 让我看一看 你有什么本领 他自然 有底气 因为在这个地方压制道横 所有人都在这里 境界都会一样 你还年少 你们两人一起上都不行 太勉强 十号摇头 这话一出 一下子得罪了两人 嚣张 让我看你有多厉害 那青年男子西顾也怒了 十号微笑 说 这样 你们若是败了 可愿败我为师 远方 所有人都识话 发生了什么 这是哪里来的人 突然闯入 要收葛姑与西顾为徒 太嚣张了 十号一时心血来潮 因为 这两人的血脉 让他非常感兴趣 轰 葛姑 西顾一同出手 因为怒了 向前轰纱 宝树惊天 但是 中间的男子 双脚纹丝未动 只是用两只手 抓住了他们绽放 无数符文的拳头 死死按住 一刹那 两人手臂剧痛 身体颤抖 竟然无法抗衡 人们哗然 这里一阵大乱 惊呆了所有生灵 第1756章 蛮力破枝 这是哪来的强者 让人觉得神经错乱 就这么一出手而已 压制住了两大高手 要知道 所有人都是抱着希望而来 要看葛姑而西顾对决 可是没有想到 战斗还未开始 两人便吃憋了 并且 是一个人所为 西顾 葛姑全都在发力 宝树冲销 漫天都是符文 在那里动用了最强力量 号称极静 这是大境界绝颠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的体现 这是升华 可是 即便这样 他们也无法摆脱 不能将那个人震开 两人的拳头被抓住 让他们的手臂发抖 他们的身体净乱 整个人都被一种恐怖的力量压制了 到了后来 他们满头大汗 几乎要倒在地上 不可能 西顾大叫 因为他们打破场里 突破极境 已经算是此境界的超脱者 最起码在虚神界是无敌的 就算西顾与葛姑对决 也将是半斤八两 不可能这样单方面强势地压制对方 想战胜对手 要付出很大代价才对 可是 眼下这个人 他太轻松了 就这么将他们镇压 可愿掰入我的门下 十号询问 因为他对这两人真的颇感兴趣 你是谁 葛姑贺问 轰隆 远处 一声巨响 一头怪鸟出现 浑身燃烧 化成了火光神柱 如同一头真黄出世一般 向着十号席卷而去 一 终于出现了 鸟爷饲养的鸟 实力渐掌啊 十号自语 砰 他一松手 将西顾与葛姑两人松开 他们亮强而退 脸色发白 同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到 十号纵身一跃 冲上了那头巨鸟的背上 牢牢地站在上方 那如同真黄一般的神情长鸣 很不情愿 但是最后一番剧烈抗争 却只能载着它离去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有点反应不过来 人们都有点发猛 一些猎变故太快了 那只鸟 在虚神界有极大来头 可能是传说中 那位鸟爷所养的鸟 当那头鸟离开后 有人吃惊地说道 这几年以来 有许多人都知道了 鸟爷与金碧大爷的身份 不一般 可能是整片虚神界的守护者 或主宰者 这是一件大事 那个突然出现的生灵 什么来历 值得鸟爷的神情出动 这是在接引他们吗 一座高峰上 那头巨鸟俯冲而下 降落在这里 它的身体正在快速变小 山顶 有一个老者盘坐 正是当初的鸟爷 十号落在这里 有些惊讶 鸟爷的状态很奇异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有些黑暗的味道 这跟以前不大一样啊 一念成佛 一年为魔 当年 他就有那种感觉 鸟爷与金碧大爷太诡异 你是谁 鸟爷问道 身上浓郁的黑暗气息散发 看来 你们两人的症状越发的严重了 又忘记自己是谁了 十号叹息 当年 那两人就是如此 一忘了过去 被十号惊醒 才了解自身的部分往事 现在 他们状态不是很好 展现恐怖的一面 不再是神圣 金碧大爷呢 我是荒 十号回应 他已经知道 这两人原神寄托虚神界 真身不知在何方 始终无法回归本体 这才导致迷失了 咦 是你 居然 回来了 鸟爷眼中金光暴涨 像是苏醒了一般 身上的黑暗气息褪去 神圣祥和的光芒绽放 十号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位没有六亲不认 终于又记起了昔日的一些事 差点迷失 再次复苏 真是不知道该庆幸 还是遗憾 鸟爷说 我从上界下来 目的只有一个 索取宝树 可以 没问题 鸟爷相当的灿烂 跟刚才的气质 完全不一样啊 告知十号 只要金碧大爷回来 两人合力开启封印 取出宝树古卷 兑现诺言 金碧大爷呢 十号问 轰 突然 鸟爷坐下的蒲团一阵 他像是心有感应 眸子中金光暴涨 你是谁 你刚从上界下来 他问 是 十号点头 麻烦大了鸟爷叹气 怎么了 十号露出异色 你多半回不去了 有人断了你的后路 关闭了通往上界的那条路 将你堵在了这一界 鸟爷说 他是掌控者 可以洞悉虚神界各种变化 甚至跟上界相连的通道 都能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 上界 那对黄金巨门关闭 被阵风了 这将是非常可怕的事 十号的元神回不去 永远被困在下界 那么将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 失去联系 时间一长 那局肉身将血脉前枯 注定朽灭 他们还真敢疯 十号冷声道 他也曾预料过 或许有人很恶毒 断他后路 但是 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么迅疾 你就不担心吗 你可以要同我一样了 元神跟肉身 永远失去联系 鸟爷叹气道 你们不是说过吗 够强大的话 规则都可以击穿 那黄金门也可以强行打破 十号说 这是他的底气所在 早就想探紧 早就想掂量黄金门了 你这个小疯子 难道是故意的 还真想去击穿黄金门 创下一个壮举 鸟爷赤惊 不是故意留给他们暗算我的希望 只是这群人歹毒 竟要这般害我之于我 自然要去强行破关 十号说道 虽然说得轻松 但是却不敢大意 他第一时间向悔赶去 不然我先将虚神界这门户击穿试试看 十号还有心情笑 让自己放松 别 鸟爷阻止 然后为十号开方便之门 让他进去 此去危险 希望你能顺利击穿黄金门 鸟爷轻叹道 轰隆 天崩地裂 十号驾驭电芒而行 沿住石阶路 一路向上 这号称是登天路 五 就这样将荒置于死地了 太简单 杀他 并未费什么力气 很轻松 零剑 那黄金巨门外 有一些生灵在低语 在交流 都是强者 他们暗中出手 关闭黄金门 断了十号的后路 并且 他们请动规则之神 将这里封印了 呵呵 荒而已 一个少年 终究是太嫩了 这么过早的陨落 早已注定 当 就在他们谈笑时 巨大的响声传来 有人在轰黄金巨门 吼 同时 还有嘶吼声 伴着雷鸣 巨大的冲击力 轰在黄金门上 镇的人神魂都在激动 好强 荒他倒也反应迅速 他杀回来了 想要强行破关 就算他 很强也没用 已经晚了 这黄金巨门不一样 是守护灵界的规则作画 他们不能逆天而穿过来 当 巨门摇动 火星四溅 还有流光冲起 当 这一日扮着金属颤音 那黄金门居然被打得变形了 在上面冒出很多权硬 凹凸不平 映现了出来 咚 当数十上百击过后 黄金门背后的众人惶恐了 这也太变态了 强大的离谱 黄金门的封印在松动 压制不住了 当 终于 又一声轻响传来 黄金门出现裂缝 让许多人无比担忧 太变态了 他怎么会这么强 超越极尽啊 连黄金门都拦不住他了 有些人惶恐 非常震惊 当 又一声大响传来 黄金门上一下子蛛丝密布 裂痕清晰 冬得一声巨震 黄金门被击穿 天啊 这是一个怪物 灵界的通道都被开启 被人用拳头给击穿了 灵界 黄金门后面 许多人震撼 大叫了出来 第1757章开杀剑 黄金门上 拳印太多了 凹凸不平 景象恐怖 并且 最后 有一只拳头贯穿了过来 生生将那巨门打穿 震惊当场 一群人毛了 虽然早已知道荒墙大 不可想象 但是当见到这个场面 还是忍不住惊悚 太变态了 那可是灵界的通道 是精神国度的门户 是规则锁化 超越了世间的极限的力量 不可能被破坏才对 但事事摆在眼前 容不得他们不相信 荒就那么杀回来了 当 当那只拳头收回去 再次轰击时 黄金门颤抖 那破洞一下子大了很多倍 许多人都清晰地看到了 那个年轻人 此时 荒带着冷冽的神色 正在漠然地看住他们 拳头发光 宝树绽放 其微通天动地 这个景象有些骇人 桃啊 有人大叫 这次 他们知道将荒得最惨了 绝对惹出了大祸 接下来 多半将是狂风暴雨 要面对他全面横扫 无情击杀 当 一声大响 超越以往 十号这次轰出拳印 各种流光飞舞 全力绝世 因为那是数种宝树结合的威力 整座黄金门被打得横飞了出去 震惊了灵界内的生灵 虽然许多人在逃 但是纳黄金门依旧结实地撞在了不少强者的身上 因为太猛烈 速度过快 无法避开 噗 成片的人咳血 不少人大叫 当场古断惊蛇 负了重伤 这一切 发生太快 是不可预料的变故 这能怪他们大意吗 根本不是 原本认为 这是必杀之局 但结果就这么被瓦解掉了 荒强大的离谱 谁能料到 他可以击穿黄金门 因为 自古至今 就没有人可以真正地打穿过 这超越了常理 现在 荒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 他是无敌的 超越极境 连灵界通道之门都挡不住他 噩梦啊 这个人简直就是噩梦 一些生灵大叫住 急速逃顿 轰隆 十号踏了过来 一拳轰出 闪电光滑破数万里远 那些早已飞上半空 逃到天际的修饰 纷纷重拳 这是雷地神通 是闪电拳的体现 一拳轰出 拳盲数千道 拳都长达数以万里迹 结果 天空中 下起了修饰雨 噼里啪啦 成片的生灵坠落 全都被轰落下来 在这一拳下 没有什么悬念 许多人炸开 化成积粉 还有不少人成为焦炭 倒地不起 同时毙命 这绝对是一桩惨案 因为在灵界受损 现实中也要元气大伤 而现在 可不止受损那么简单 这是在猎杀 或许可以说是大屠杀 灵界的有些伤害 如果太恐怖的话 现实中会直接毙命 理论上来说 用精神界出产的灭魂针 灭魂塔 才能彻底将一个人击杀 导致在现实世界中也毙命 但是 有些情况下 如果杀伤力太强 将元神在灵界 或虚神界粉碎 也可能会导致人彻底死亡 现在 十号寒怒出击 自然恐怖无边 这一日 三千周 一些大教内 不少人惨叫 而后肉身渐渐冰冷 失去了生机 这是一桩惨剧 这一日 对于一些古老道统来说 绝对的恐怖 有些高手就这么死掉了 灵界内 十号面色寒冷 真的动怒了 带着无边的杀气 滚滚如同汪洋在汹涌 浩荡天地间 边荒一战 为了抵挡抑郁 许多阴劫 血洒战场 再也没有回来 而你们这群人 从未出现在过那片战场 不能相助也就罢了 还一直想杀我的 有种去边荒 你们这群人 当被杀的前景 轰隆 十号化身为一头昆棚 巨大无边 扶摇直上九万里 漫天金色羽毛璀璨 带着黑色斑纹 恐怖气息盖世 这一刻 十号是无敌的 深化齐鹏 横扫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在这里毫不留情 屠杀这群生灵 身后的黄金门被他打爆 现在 他又这么的神勇无敌 横击山川 灭渡各族修士 当真让这里跟世界末日似的 轰隆隆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这一路大追杀 流血飘露 但凡曾经参与封印黄金门的修士 不说全部被击杀 也差不多了 至于灵界规则之神 那位识人 这次又出现了 结果自身军裂 化成流光再次散开 超越极境 是虚神界 还有灵界永恒的主题 只要做到 将算真正的超脱 胜过历代所有前嫌 就能打破规则 颠覆常理 十号在追杀 化成万里长的骑鹏 呼啸山河间 所向披靡 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 他有些明误 越发了解灵界与虚神界了 这是古人在训练最强者的圣地吗 十号一路横扫 令这块区域山川破败 尸体成片 无疑抗手 这一日 三千州大震动 一些古教可以说在比惨 一个比一个惨 脚中高手全都遭遇了恶难 有一些人元气大伤 对他们来说 今日之经历 是永远回之不去的噩梦 而对另一部人来说 那就更黑暗了 直接毙命 再也没有醒来 助手 远方 传来大吼声 一座古朴的铜殿 带着一缕缕仙道气息 在前方浮现 向住十号镇压而来 十号心头锯跳 瞳孔收缩 他还真不敢大意 庞大的昆蓬躯体缩小 重新化成了人身 因为 那座铜殿很危险 带着仙气 带着下祖人的力量 仙殿的人 吃吃吃 那座铜殿发光 同时 飞出数十块绿铜锈 如同诅咒之云 弥漫天地间 带着一种惊人心魄的力量 仙殿的铜锈 那是诅咒的展现 当年 十号在下界时 就曾被仙殿的老仆人 以铜锈击中 就此陷入死境 被埋在十村外一年财富生 可以说 那是他人生一战中 最危险的一次 现在 他怎么敢轻视 怎敢大意 他侧身避过了 这些绿铜锈 同时 他心中凛然 这里可是灵界 铜殿显化 这是带来了 真正的仙气之灵吗 还是说 那是无上至宝的投影 没进了灵界内 十号身影如电 急速躲避的同时 他嘶的一声 抽出一口箭胎 向前劈去 他早有准备 以这口兵器 对抗冒着鲜物的铜键 任何神兵利刃 只要内部交织 有规则与秩序等 同样可以使之 进入灵界或虚神界 当 远方 火星四箭 十号一箭劈出后 让那口铜键剧阵 他心中没底 因为 传闻青铜仙殿中 沉睡着一位仙人 虽然早已半残 但还是不可揣夺的 现在 这样一座铜键浮现 是投影 还是规则的交织 要来镇杀他 如果真是那口铜键的话 是否有仙在当中 十号自信超越极尽 可以在虚神界 灵界中横推对手 但那都是红尘中的生灵 属于人道范畴 但一旦射击仙 就算是残废的 也多半难以预料后果 凶多吉少 他觉得 这片精神国度 不见得可以压制仙的等阶 跟他一样 小辈 你敢对我仙殿挥舞杀剑 一个中年人出现 站在青铜仙殿前 冷冷地逼试住十号 少废话 是你在阻挡我 先对我出手 十号冷声道 因为 你造下杀念 斩了太多的道友 我来挡你 阻你杀戮 那中年人冷冷地喝倒 真是慈悲啊 边荒大战时 怎么不见你去发挥力量 这一次 他们恶毒的 要断我生路 反倒因你们先殿出世 跟住出手了 我倒是想问一问 你们想做什么 十号喝斥 大胆 中年人喝倒 滚 别仗住有真仙在世 我就怕你们 非要低头不可 十号见他自负 且向前杀来 自然不留情 举起箭胎 就向那边轰杀 扑 短暂的交手 十几机过后 先殿的中年人 血光蹦剑 被箭胎劈中了 整个人横飞 又比离体而去 先殿又如何 撕破脸皮后 十号照杀不误 第1758章仙道 中年人落地 又比飞了出去 烟红血迹洒落 他身体亮呛 面色发白 他劈头散发 猛地抬头 眼中冷光射出 带着怒火 带着恨意 盯着十号 在其头顶上方 那座铜殿轰鸣 掀气一道又一道 锐光蓬勃 流淌惹下 将他护在当中 慌 他眼神很辣 原本应该 道骨先锋 因为他来自仙殿 传承为真正的 仙家道统 可现在 有的只是愿读 这一刻 中年人双手结印 演绎无上法 他在截人先印 宏大的身影在其背后浮现 那是人先虚影 跟其共鸣 并且影响到了头上铜殿 事实上 他就是在催动仙气 令其复苏 爆发无量仙光 要镇杀十号 庆幸的是 十号有大罗箭胎 这件骨器欲强则强 可以对抗那些强大的法器 故此十号持箭胎冲了过去 轰 箭胎放大 不像是仙剑 它急速扩展 宛若一道粗大的山林 就这么砸了下去 当的一声 火星四箭 箭体发光 砸在巨大的铜殿上 让它矩阵不已 不断地轰鸣 绿铜锈飞散 一刹那 仙光四溢 杀其沸腾 噗 那中年人咳血 虽然没有被批中 但是箭胎力量太磅礴 生生将它震伤 十号眯缝起眼睛 盯着青铜殿 它在评估 露出异色 这件仙气被压制了 没有展露出 应有的仙道力量 这让它震撼 同时也有点不确定 若是为真 那么灵界 虚神界 还真是个奇异的地方 这一刻 十号盯着前方 毛子中寒光闪耀 若是真的压制仙道力量 它还真想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杀过去 若是那铜殿中 有半残的真仙 它直接宰掉就算了 因为 它对这个门派 没有一点好感 边荒大战时 不见它们的身影 而这时候 却赶来阻击它 轰 在十号的背后 浮现出一对金色的翅膀 那是齐鹏赤 在它的眉心浮现一缕雷尺印记 那是雷道神通 在它的胸口部位 轮回浮温闪烁 在它的背后 一株金色的柳树显形 一刹那而已 十号将自己调整到了最强状态 而后直接就杀了过去 既然已经敌对 这些人来伏击它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直接开杀就是了 哪管它是谁 哪管它仙殿是否强大 现在是敌人 就当灭杀 全方位的释放身体潜能 十号到达了最强状态 手持剑胎 拍动恐怖的翅膀 缭绕着雷电 伴着时光碎片 拖着金色柳树 要冲进铜殿内 你敢 中年人惊悚 这家伙疯了吗 这是要做什么 敌人想做的 自然是他反对的 轰 两者碰撞 激烈无比 事实上 十号攻击仙殿为虚 主要还是想先除掉它 然后再研究铜殿 看一看里面 是否有沉眠的仙 有的话 直接载掉 若是猜测正确 机会难得 万事罕见 砰 中年人 虽然是仙殿 绝顶强者 但是在同阶一战中 根本比不上 十号 被十号挥动 带着闪电的拳头 一下子砸飞了 尽管仙殿的中年人 焚烧仙道 秘法文落 但是 依旧不敌 那种反抗 颓然无力 尤其是 他失去右臂 就不更加无力了 就算再诉出一条 也还是不行 咔 在时光碎片飞舞中 他变得苍老 轰 尤其是最后一击 十号背后的巨大骑鹏翅 向前遮拢 宛若两口巨刀一般 直接将他分割成四片 鲜血洒落 仙殿的中年人惨叫 剧痛无比 他根本就挡不住 就算他携带 铜殿而来也不行 要知道 这可是仙气 居然奈何不了荒 被一口剑胎挡住了 说到底 他了解的不够多 平白做了马前卒 成为试探的棋子 扑 十号一剑落下 他化成光雨 从这里消失了 虽然是马前卒 并非真正至尊清灵 但毕竟是仙殿的人 生命宝贵 有护体的手段 他从灵界消失了 至于铜殿 他根本就没有管 铮铮铮 剑盲洞天 那是十号身后的金色柳树 发出的 一根又一根枝条 崩的笔直 如同仙剑一般 全部洞穿进绿铜锈 斑驳的骨垫口 咚 混沌器扩散 铜垫震动 一块又一块 绿铜锈脱落 发出朦胧的光 闪耀出恐怖的规则之力 十号心中惊悚 他急速倒退 手中的剑胎高高扬起 抵在前方 坏了 十号意识到 大事不妙 这所谓的灵界 根本压制不了仙道之力 这铜殿内 由恐怖战力澎湃而出 这超越了他所能对抗的极限 这是仙道领域吗 同一时间 铜殿灿烂 绿铜锈 旁扶都消失不见了 只有仙道秩序交织 成为无上常欲 要碾压一切 铜殿入口不再朦胧 因为混沌器被仙光照散了 可以看到 殿中腾起一团火 不是多么耀眼 但是却不容让人忽视 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可怕波动 扩散开来 在其周围 仙道规则浮现 至强秩序如铁链一般 纠缠住 环绕着 将那里衬托的神圣而又可怕 让人敬畏 年轻人你太自负了 当仙殿是什么地方 也敢攻击刺宝 魏妍的话语传来 带着沧桑 还有一股冷意 更有一股杀气 十号毛骨悚然 这是仙道之力 绝对假不了 是铜殿气灵 还是真仙残体 他一时间 不能确定 你是谁 十号问 残活在世间的真仙 那声音很冷漠 也很无情 平静地道出 十号一声叹息 他头大了 知道麻烦了 这还怎么抗衡 这铜殿中 真的沉睡着一尊真仙 最重要的是 真仙之力超越灵界规则 无法限制他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这里抗衡 他想了又想 能动用的底牌 倒是有几种 可是 想对付真仙 估计都没用 那件东西可以吗 他想到了遗物 但很伤感 孟天正 哪怕是战死 都不曾动用 当年留给他时 曾有言 除非死 不然误碰 你是真仙 躯体呢 或许早就死了吧 十号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看住前方 盯着铜殿中 那团火 这样说道 喝 残躯长存 与天地同在 永世不灭 可惜 想回巅峰太难了 铜殿中 那团火发出声音 道 我只是分离出来的一道烙印 伴着鲜火 但是焚你成尘埃足矣 他说的是事实 就算一道烙印 也足以击杀仙道之下一切敌 那是不同层次的力量 人道与仙道之分 犹若天地之差 爱 十号一声轻叹 孟天正都不曾动用 自己要用吗 不用的话 现在必死无疑 你知道吗 杀你这样虫子 没有任何成就感 有的只是厌恶铜殿中 那团火光中 有声音透发而出 在残仙看来 击杀人道领域的生灵 对他来说 是一种堕落 更是腐朽 他这个等级的存在 居然要这么出手 在他眼中 就算这个年轻人的潜力再大 如今也只能算是一只蝼蚁 还没有蛻变 还不曾飞向高空 冲上天穷 你真是自负啊 十号心有怒意 又问道 我不明白 我与你有何仇怨 为何要杀我 你是最血厚人 还得了昆鹏传承 天赋狠 不错 跟我这一脉不目 预期来日冲突 不若今朝展之 铜殿中的火光 传来平淡的声音 想杀十号 就是这么简单 边荒一战 你不露面 今日却要对我出手 你还有脸自称为先吗 十号在这里讽刺 楼椅而已 对我叫喊 张牙舞爪 有什么用 铜殿中那团火光 传出无情的声音 此时 十号心有怒艳 他没有动用大长老 孟天正所留遗物 一直在尝试 跟体内的某团物质沟通 他在呼唤 好了 可以送你上路了 惊扰我沉眠 杀了你 虽无了我的手 但也算是 免除一桩 日后可能出现的祸患 铜殿中 传来这么冷漠的声音 轰 就在这一刻 那团火光扑了出来 迅速无比 避无可避 带着仙道之力 十号立在原地未动 很平静 但是在他的体内 却冲出一团火 只有拳头那么高 十分璀璨与随烂 他体内也有一团火 伴着他多年了 一直在摩克各种大道印记 从来没有发威过 可是 就在今日 就在此时 他动了 尸圣的下人 超越以往 一下子就将真心意志 与其火光淹没了 不 啊 那刀烙印大叫 十分恐惧 大声咆哮 剧烈挣扎 顿时 这里火光滔天 可是 却没有一缕 可以扑向十号 都被他体内 冲出那团火挡住了 并且在吞食 残仙 蝼蚁十号一动不动 这么说道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第1759章 是仙 残仙 就算真的半废 也没有人敢视他为蝼蚁 依旧强大无匹 不可战胜 十号之所以这样说 完全是故意埋态他 因为 不久前 铜殿中的残仙 就是这样俯视十号的 连杀他都说会污了自己的手 火光灿烂 照耀永恒 谁也不曾料到 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十号自身都无法想象 真仙烙印被吞没了 被焚烧着 原本 铜殿中的残仙印记 被他自身的真火包裹住 可是现在 同样有另一团真火出现 却要是杀他 这是 不 残仙大叫 他真的不甘心 太眼中的虫子而已 将要将他击杀 这种事说出去 谁会相信 一蹴火光 完全是由符号组成 在那里跳动着 闪烁住 他是神圣的 也是祥和的 当然 这只是对其他人而言 对残仙来说 那是地狱 那是深渊 陷入当中 难以挣脱 意味住毁灭 哭泣 吼 他一声大吼 火光滔滔 席卷了天上地下 周围的高山大月 全部被烧得赤红 化成江叶 而后又争钱 什么都挡不住 那是残仙的真火 代表了仙道之力 可焚毁一切 可是 他就是无法击杀时候 因为 慌被另一团火光挡住了 怎能如此 他嘶吼住 大叫住 自身在解体 那所谓的仙道烙印 已经军裂 他要覆灭了 咔嚓 一声脆响 如同世界被人撕裂了 要走向末日的终点 残仙发出最后一声大吼 整片火光炸开 将方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以为平地 化成岩浆海 最后又成为灰烬 他就这么死掉了 被火光吞食 最后 当平静下来时 在诗号的面前 只剩下了一团光 拳头那么高 由符号组成 腾腾跳动着 毫无疑问 他汲取了残仙的真火 将其精华提炼出来 融入几身内 快速吞食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弱梦一场 仙道及强者的烙印 就这么被粉死 这片地域 方圆数十上百万里内 满目疮痍 山河镜面 这绝对的恐怖 一击之下 一团火而已 焚烧之下 造成末日般的景象 So 那座铜殿破开长空 就此远去 而后化成光雨 他顿走了 十号一震 而后变色 他急速远去 到头来 他也化成光雨 离开虚神界 静视中 十号的真身 疏地睁开了眼睛 像是两道火炬般 光芒胜烈 照亮了整座石室 黄蝶翩翩 在他的肩头飞舞 十号长生而起 非常迫切 如一阵旋风般 冲出闭关地 他要去见父母 要见秦长生 他要带着家人 立刻离开这里 因为 他是先了 这是天大的事 后面将是 狂风暴雨 不可预料 若是真杀了的彻底 也就罢了 可那只是残仙的 一道印记而已 并不是真身 到头来 多半会有大祸 在那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杀 没有选择 什么 你杀了先 就是石子灵 与秦英宁 早已高估长子 是他为万古以来的 天纵神奇才 也万万没有想到 会听到这么一则 识破天经的消息 这是怎样的一桩壮剧 完全不可想象了 在过去 都在谈论这一纪元 是否有仙 各方都认为 没有人可以 踏出那一步 结果 长子这是生生 涂掉的一位真仙啊 不是真的击杀 只是一缕印记 被我灭了 但正是因为如此 才是大祸 必须立刻离开 石浩说 赶来的秦长生 了解状况后 也是一阵目瞪口呆 这小子还真能折腾啊 连仙殿那位存在 都感动 倒也无妨 不见得真怕他 秦长生思虑后 这般说道 嗯 石浩惊讶 据我了解 仙殿陈眠的存在 真是只是残仙而已 秦长生开口 透过他 石浩了解到了更多 当年一战 仙殿的存在 真的被彻底打残了 肉身只剩下一截 元神也只是残片 全都不完整 残缺不堪 不是他不想历史复原 而是因为 敌人的规则 轻视其法体 还有神魂 根除不掉 日日恶化 只能苟延残喘 他出不来 秦长生进一步说 仙殿 那是个十分神秘的古地 那里有一口仙泉 那个存在 就将自己 镇压在泉眼中 自古长眠 若非有那一口仙泉眼 他早已死定了 便是在那 繁盛与辉煌的 仙谷年间 大地上 也只有几口仙道泉眼 结果一战之下 全被击残 高手静默 残仙在世 他便算是 这一纪元的 盖世高手了 故此剩下的 那口全眼 落到他的手中 滋养其残体 与魂魄 至于那座 青铜仙殿 平日间 都是坐落仙泉上 很少出动 大多时间 都是用以守护那里 残仙留下一道 很重要的烙印 在铜殿中 就是为了掌控一切 一旦生变 可以第一时间 召唤那座 古老的铜殿 现在 你将铜殿中 那道烙印击杀 显然影响巨大 可能会对残仙 造成可怕的影响 他会被反噬 秦长生说 因为 那残仙 本来就是残缺的 在以仙泉续命 今日又失掉 一缕重要的神魂印记 对他来说 可能是灾难性的 秦长生猜测 面对这种 性命攸关的冲击 残仙不敢出事 多半要一头 扎进全眼最深处 滋养废体 不然的话 他可能会死 啊 竟可以这样 十号相当的震惊 他无意的一击 召唤出那团真火 居然真有可能 彻底是仙 不如 我直接杀上门去 趁他虚弱 一劳永逸 将他缠灭 十号发喊的说 有残仙在 总是个祸患 不行 残仙不出事 不代表他不强 以及不能战 是因为他惜命 若是豁出去了 绝对可以进行辉煌一击 发挥出最可怕的战力 神党杀 神佛党是佛 当然 一旦出事 进行那样一战 他多半就活不成了 等若坟灭自我 秦长生摇头 不然的话 可以这么多年 他都不出事 一直在隐忍 只能坐看世间风云变幻 枉他为先 这么贪生怕死 我如果是他 一定拖着残区去边荒 进行人生最后一战 辉煌落母 十号说 了解残仙 回想孟天正 两者对比 让十号对前者 异常比一 看不起 那毕竟是残仙啊 手段通天 就算无法离开先全 也会有诸多杀伐后手 秦宜宁担心 想立刻带着长子回下界 只是 通往下界的路 虽然有重要线索了 但还没完全确定下来 无妨 只要不是残仙真正出世 其他手段 我不老山可以接下来 秦常生说 这种自信 让十号都相当惊讶 就更不要说 石子玲等人了 这里有五行山 其他人不敢造次 秦常生说 因为 五行山是神圣之物 在真正的至宝 可惜 他伤损了 并且处在神秘封印中 不然的话 会更强秦常生说 秦常生能得到五行山 一切都是因为那块仙谷 曾带着他 夺得各种造化 其中 以这五行山最神秘 也最恐怖 秦常生永远也不忘记 第一次的见五行山时的情景 当年 他胸口发热 那块仙谷发光 从其体内跳动出各种符号 化成仙艳 指引他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最后 他进入一片残破古界中 在那里 有一座古山 如同人的五根手指 五座山峰并立在一起 掀气滚滚 混沌翻腾 在那山上 有一句又一句神魔遗骸 可怕无边 在那里 他曾听到一个声音 像是叹息 又像是在追忆 五行山承载着混沌中的诸多神魔 在他上面曾诞生过很多先天神奇 可是 到头来 大战皆伤 秦常生没有隐瞒 讲述出第一次见到五行山石的景象 让在场的人不禁倒吸冷气 咚 这一日 仙殿方向 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滔天仙雾弥漫 撕裂了天羽 让域外一些星体速速坠落 这个景象 震撼所有人 消息传出 三千周接近 而且 恐怖仙道之力爆发后 那区域突然一下子枯迹了 没错 是蓬勃后的死气沉沉 就像是蜡烛燃烧 在风中突然明亮 但又沙纳熄灭 游进灯窟 回光返照 第一时间 有人做出这么惊人的推测 认为仙殿可能存在的残仙要完了 多半已经陨落在沉眠地 这绝对是个大事件 天啊 我曾听闻 各路高手去阻击仙 便是那仙殿都出动了 难道说 因此而意外导致残仙陨落 爆炸性的消息震荡三千周 这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各方强者都瞠目结舌 很快 有人去确定 沿住一条古路 前往仙殿所在的区域 要探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世间 没有多少人知道仙殿在哪里 但是毕竟还是有的 仙殿封山 以那座青铜仙殿镇压整片区域 不可临近 这样的消息传出 引发轩人大波 人们确信 仙殿出现变故 逆天了 荒可能是仙了 这一天 有许多人大叫 各大势力 许多高手 面如死灰 一个个都很担忧 因为 不久前 许多大叫去阻击十号 要在灵界断他后路 结果到头来 自身倒是伤亡惨重 但是 当时他们不担心 觉得有仙殿挡在那里 最后肯定能击毙十号 令他灭亡 但现在看来 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慌活下来了 有可能 是先 这一日 许多大叫派人 带着珍贵的礼物 登门拜访 来到布老山 进入秦家 许多道统 竟然来这里赔罪 第1760章 太凶残 一些道统 遣出重要人物 陆续登门 拜访五行山 他们旁敲侧击 在打探荒的下落 想知道十号 是否来过这里 这很重要 我没有见到秦长生摇头 他曾亲自出面 接待对一些重要人物 当然 值得他出面的人 不会很多 都是一方道统的头领等 数日间 布老山拜访者 络绎不绝 都带着珍贵的礼物 进行示好 因为 灵界一战 许多道统住时被吓坏了 荒态凶残 深化气蓬 纵横数十万里 杀得各教浅出的人马 大败 那一战几乎全灭 就算在精神国度中 并非现实中的一战 结果还是导致大量人物惨死 从各教中永远的除名 那是实力的体现 荒杀出凶名 这才多少年 他竟蜕变成这个样子 超越诸多道统之主 当年他可是被一些教主俯视 抬手间就可震杀的小修士 现在 仙殿都栽在了他的手上 荒真的没有来这里 一名修士跟秦族的人套近乎 暗中送上一株宝药 小兄弟 借一步说话 甚至连秦族的仆人 都有人收买 想从他们嘴里探听消息 一时间 布老山这里非常热闹 吸引来各教的人马 只是为了了解与接近荒 不过 秦族的人守口如瓶 没有泄露 可正是因为如此 上下一致的闭口不谈 却越发让万人确信 十号来过 不管他现在是否还在 但肯定曾经在这里出现 道兄 还请帮我等待个话 此前与那荒小道友有些误会 希望能和解很快 有些人带着重礼 送到秦族 比以前的要贵重很多倍 接连数日 秦族收到的了一批 价值连城的神圣大礼 是一些心虚的古教 派出长老亲自送上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 缓和同荒的关系 怕他报复 因为荒态凶残 如是发疯 去他们的道统中 搅闹一番 不说杀个天翻地覆 覆灭一教 但也肯定很恐怖 布老山 十号摸着下巴 一阵无言 他有这么凶吗 还未出手 一些大教居然毛了 被吓住了 主动示好 想改变同他的关系 最近这几日 秦族某一座宝库内 天才地宝堆积成小山 真的太多了 都是那些人送来的礼物 这实在出乎时好的预料 原本是先后 他还以为惹下了大祸 准备立刻远顿 尽快回下界呢 结果 谁能料到 仙殿中的那个存在 发生意外 自身难保 而后便因此而震慑了 天下许多道统 他没有拒绝这些道统的好意 来者不拒 无论送什么都照收不误 让秦族的人帮他收集好 小友 你很需要这些天才地宝吗 秦族的人都眼红了 因为 荒都没有露面 没有说一句话 部分大教就这么的主动 送上的东西太多了 很需要 你们没看到吗 这数百孩童嗷嗷待哺 还有下界的石村 等着我重建那十号一整言辞 他指了指 从边荒带回来的孩子 有提及下界 又过了几日 拜访秦族的人稍微少了一些 十号脸皮很厚 找到秦长生 让他暗中带个话 告知那些曾在灵界阻击过他的道统 想和解也可以 只要送来的天才地宝 让他满意 一切就此结果 秦长生一听 当时就无言了 你不是刚说完一堆宝贝吗 现在又要 这是 欧诈 那是他们自己主动送的 只能是算是初步的诚意 接下来看他们的表现 十号说 当一些道统听闻后 忍不住诅咒 有些人更是破口大骂 荒太可恶了 但是 部分人妥协了 让人去秦族询问 荒到底想怎样 需要什么 十号狮子大开口 很直接地表达出 想要各族的一些 富有盛名的瑰宝 不要全部 但是特色的必须要有 比如说 某些古教擅长栽种灵药 那么就多送上一些大药 有些道统擅长炼气 那就送上一侧炼气密点 这简直是饕贴开口 恨不得吞掉各教 许多人受不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担忧 最后送上了部分特色大理 慌 这个小儿 不知道天高地厚 在灵界中侥幸未死 他还真以为自己成为至尊了吗 欺人太甚 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乳袖未干 也想张狂 欺压我等 大叫 有些人不低头 暗中放出风声 希望联合一切人 想办法除掉荒 十号上路了 他亲自去赶往一片区域 因为在那里生活 有几个非常古老的种族 那是隐石家族 据闻 他们可能知道通往下界的路 这些天以来 石子林 秦英宁他们发动不老山的力量 已经探查很久 确信应该就在那片区域 那几族人中或许有人知道 秦族已经在那里沟通多日了 但始终无果 那些人守口如瓶 没有一点的表示 故此 十号决定 自己亲自前往 弄个清楚与明白 一旦探出古路 他会第一时间带着家人到下界 慌 那个矛头小子 我等吃渣风云时 他的祖上还在吃奶呢 如今他竟这么张狂 这种话语 十号已经听闻到一些 他不禁冷笑 没有不透风的墙 因为 这本是私下的咒骂之言 结果被人捅出来了 告诉秦族人 而这种情况说明 便是那些敌视荒的人 也不是很不团结 甚至内讧了 有些道统告密 这是故意要害其他古教 十号沿路而行 路径一遇时 正好得西 这里有一个名为赤霞的道统 对他抱有敌意 依附民谱 该教之主曾大方一彩 骂他辱秀未前 猖獗找死 轰 这一日 这个不算庞然大物 但也很强大的古教 被十号直接用箭胎 给轰开了山门 而后他施展齐鹏身 横扫千军 他没有滥杀无辜 但是 该教的头领被斩落头颅 其神鹊躯体被十号当中烧烤 成为黄金色的肉块 被吃掉 而后 他毫不客气地搬空了该族地宫 将宝藏洗劫了个前进 这像是一道惊雷 震动数百周 而后传遍三千周 魔王 这是许多人的评价 荒太凶残了 直接平掉一个道统 还将那只神鹊给烤熟吃掉 注视吓坏不少人 三千周 一下子热闹了 人们议论纷纷 透过这件事 人们确定 荒有事无恐 仙殿的那个古老存在 出了大问题 不然的话 荒怎么敢这么出手 此外 这是在挑衅民土吗 赤侠教依附于民土 尽人皆知 这是杀鸡给狗猴看 有些人叹气 脸色难看 无比的担忧 因为 暗中咒骂荒的不止一教 不少势力结盟 一致反荒 现在赤侠教负面 一下子震撼了各教 让他们惶恐 事实上 十号只是路经这一遇 顺路把赤侠教给解决了 并没有想一个人 去独占天下 因为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希望早点确定 那条通往下界的路 有无问题 一 天周 十号露出一色 他发现 在急速而行时 竟然进入了天周 要经过这里 天人族 妻居在这一周 故此周被尊为天周 天人族 这个不陌生的种族 对十号来说 有着许多 不是多么好的回忆 在这里 曾经恩怨纠缠 他差点死掉 这是一个让他曾经 无比憎恨的地方 当年 他保护芸汐 同行数十万里 将他安然送到天人族 结果该族恩将仇报 求他于天牢中 在那里 他被人用利剑刺 割 斩 还曾被该族高手压制 差点死掉 一切都只是因为 基于他身上的 棋棚宝树等 该族恩将仇报 翻脸不认人 至今让十号想起来 都觉得无比心寒 要知道 他是护送该族 明珠云西归来 却受到了那样的对待 去拜访下老朋友 十号决定 前往天之城 去天人族种地 走上一遭 他一身宝衣 烈烈作响 体外电光缠绕着 鼓荡起阵阵刚风 瞬间便呼啸数十万里 急速远去 天之城 那是一座悬在天空中的巨城 也是天人族的祖地 最重要的传承古城 还没临近 十号就想到了一些人 芸汐 同来自下界 两人也曾有过重要交集 也曾生死与共同行数十万里 但到头来 在天人族有的只是对立 曼珠沙华 浮渠 天人族另外两颗明珠 天人族年轻一代 第一起财 忧郁而今是否重新崛起了 还有最神秘的三旦天君 太低调了 这个人理当极度恐怖才对 老天人回来了吗 十号思绪不少 而后嘴角带着一丝冷漠的笑 直冲向天人族中中逼 第1761章狠人来了 到了现在 还有什么好可怕的 只要不陷入绝阵 尽力一战而已 天人族七居的区域浮原辽阔 人口众多 但那天之城另有密土 需要走一些密路才能达到 最后 十号透过一座传送阵道了 来到一片方圆十万里的净土中 这里是天人族的药园 也是神兽园 天之城悬在苍穹上 那里不可见 唯有大道 只见混沌 到了而今 十号不可同日而语 实力突飞猛进 再也不是被人随意捏拿 与七灵压制的小修士 可纵横天下 是 这一刻 十号煽动齐鹏赤 背后阴阳二气流转 纠缠着雷霆 一下子撕开了虚空 从容登天而上 要是再过去 根本不行 就必须沿住一座神阵 才能接近天之城 他一步一意向 一步一幻面 十号带着神芒 绽放瑞霞 踏着天穹 一步一接 就这样来到了云海之上 击穿层层大道规则束缚 天之城 自古长存 在这里 有极度强大与可怕的法阵 守护着天人族的传承地 可以清楚地看到 整座古城 弥漫出一片朦胧涟漪 那是大道秩序 那是神道规则 形成场域 影响了这里的空间 在天之城周围 场域强大至极 若是贸然攻城 自然会受到反击 一般的修士会被刹那撕裂 碾压成积粉 天之城 固若金汤 如果躲在城中 进行防守的话 几乎不可破开新年 有一群强者联手猛攻 更是召唤域外星体 狂歇而下 如同星辰雨般 轰砸此城 结果它却不坠落 最后 城池光芒暴闪 扩散处的连衣 化成神圣常域 将触及城墙的所有星体 都积成尘埃 轰 天之城周围 虚空中浮现黑色闪电 接着又炸开五色神霞 最后更有血色大道 纹落胶织 这里沸腾了 因为 十号强行突破 接近这里 要攻城了 引发天之城巨阵 何人闯我足境地 城上 有人震惊 因为这是有人要侵入古老巨城啊 有大敌临近 这是古城法阵被激活了的体现 十号簇 天人族果然不简单 想无声无息地进去很难 至此 它止步了 一般来说 它是不会轻易设险的 毕竟这里是天人族祖地 曾经极致辉煌与灿烂 对于这种曾经无比绚丽的种族 没有人敢小觑 时至今日 十号不需要掩饰 露出真身 屹立在远空 冷冷地注视着前方 当年 它四处躲藏 不敢以真容示人 天人族的追杀 是重要原因之一 十号 有些人惊叫 一眼认出 这就是那当年的少年 这么多年过去 它依旧清秀 但是气质不同了 相貌虽然未曾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清秀中 却也带着一股影线的威严 不怒而微 慌 有人低语 面色有些发白 到了现在 慌之名也传遍三千州 透过上次灵界一战 他的凶残 世人皆知 有目共睹 一些大教去阻击他 截断他的归路 结果却被他生生轰开灵界大门 调头回来 大开杀戒 让不少道统损失惨重 至于他们天人族是否参与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族中有些高手都闭关不出 或许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尤其是 边荒之战的传说 而今已经传回来部分 不光是各族高层知晓 就是下面的人听到了一些传闻 所以 城墙的不少人都一阵头大 甚至寒毛倒数 这可是个在边荒大战中 独所向披靡 可以横推对手的狠人 同代中可能已经无对手 什么抑郁最高血统 他都照杀不误 现在 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狠人杀了回来 怎不让人心惨 护城 防御 有些人大叫 实在害怕了 他们不得不惊惧 所有人都知道当年对荒做了什么 谋人保树 不惜翻脸恩将仇报 将之关在天牢内 折磨他险些死去 这种仇怨多半难解 轰弄一声 天之城巨阵 发出无量光芒 在其周围化作波纹 形成涟漪 向外扩散 碾压有形物体 天人族主动开启防御大阵 不只是在抵御 更是要主动进攻 十号面色冷漠 身体如梦似幻般 强大气息铺天盖地 但是也无比的空灵 从原地消失 在远处浮现 他没有硬汉 现在还无需那样做 刷 神盟迸发 他从这里消失 重新来到下方地面 因为 这里方圆十万里 都是药草原子 还有神兽园 有不少珍贵的东西 十号一斗袍袖 将黄金狮子放了出来 到 去 将这里给采集前进 路途上 他为了急速而进 没有骑坐这头狮子 自身裂天而行 横渡一万里 通体金黄的五位狮子 如今已经很服贴了 不敢随意扎刺 因为 跟柱荒时间越长 越能体会到他的恐怖 吼 一声狮吼 十万里内 各种稀针的飞禽走兽 全都战战兢兢 扑扶在地上 浑身发抖 皆吓破了胆 就是天空中飞着的神情等 也都落在地上 瑟瑟颤抖 黄金狮子十分恐怖 浑身金黄色气息涌出 震慑四方 也就是遇上了十号这种狠人 不然的话 他可以纵横天下 最起码同代男于对手 接着 他取出空间法宝 如金犀牛影 若海纳百川 简直要将十万里神员给削平了 地上 药草无数 都被收走 还有那些飞禽猛兽 同样如此 都被掠夺 收纳进那空间法器之内 天之城 许多人傻眼 而后急眼 这是他们开出的药田 放养的灵兽 居然就这么被人收割走了 你敢 有人大吼 十号知道 天人族真正的大药等 不可能就这么栽种在这里 必然在城中 但这么洗劫十万里 也绝对会让该族脸绿 十号骑坐着黄金狮子腾空 再次来到天之城外 此时 天之城高层得西 当年那个少年又回来了 全都震动 城墙上 层层涟漪 倒倒光幕 守护着整座古城 有些人吃惊地看住前方 盯着那个年轻人 都很心惊 这位年轻人未免太强了 连他那头坐骑 都让人心惊肉跳 实在恐怖 十号 你这是何意 有人贺问 讨债 他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您是古城上的那些人 有些很眼熟 也有得很陌生 这些人中 当年可是极尽劣势 险些震杀过他 现在看来 却都已经被他俯视在脚下了 陈舅就是 不都是已经接过了吗 小友何必咄咄逼人 一位老者说 这是天族中的重要成员 是一位年岁极大的长王 陈舅就是 早已揭发 说得真轻巧 可是我怎么不知道 十号冷声道 当年 该族那般折辱 将他关起来 以神剑刺透其胸膛 险些杀死 一句话就想接过了 小友 我族老祖不是在边荒 与你相遇 并曾经拔酒言欢吗 老者说 哈哈 十号大笑 然后突然止住 道 把酒言欢 你们自己说的吗 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 他跟老天人的确照面 简单地说了几句 可何曾有进一步的交流 而且那个时候 老天人是嫡多为有 呵呵 忽然 城墙上 多了一道身影 老天人出现了 他依旧老迈 但同以前相比 面色有些红润啊 精气神可谓好了一大截 显然 他在边荒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腐蚀过一些大药 寿源有所增加 不然他只身理应作化掉了 小友看来 你对我等误会重重 还有怨愤啊 不如进城一序如何 老天人开口 十号冷淡 邪逆群雄 他没有进城 因为深知这里不一般 因为 他去过边荒 在那里自然知道的 太古六大天人的传闻真相与底细 这城池一般来说 不能轻易踏足 你果然回来了 十号冷冷地说 边荒一战 跟犹豫有过剧烈冲突 有过几次血战 可是老天人却没有陨落 安然归来 这也算是一种造化了 在最后一战中 虽然城中参战的只是部分人 但在那之前 可是在大漠中 发生过数次大规模血战 老朽的天眷顾 侥幸未死 在这里能够与小友再次见面 实在是一种姓氏 老天人微笑道 此时 城墙上又多了一些身影 都是该族的重要人物 也包括年轻一代的精英与名人 例如 昔日第一天才 却被十号机的险些废掉的忧郁 以及浮渠 曼珠沙华两颗明珠 接着 三诞天君出现了 这算是一个天纵神人 传闻生性木讷 原本资质不高 但是最后极度神秘与强大 接着 一个紫衣少女出现 轻力动人 紫发发光 银白面孔上写满吃惊 美丽瞳孔绽放神侠 她是芸汐 也是当年的当事人之一 我来这里不想废话 昔日之事你我皆知 今日就是讨债 若能让我满意 我就此离去 不然 嘿 十号说得很直接 城墙上一阵骚动 可有这种年代 有人赌着天之城讨债 这也太霸道了 尤其是 那还只是一个人 一个年岁非常轻的人族 这 让人震惊 年轻一代都在看住十号 没有不熟悉她的 因为 当年可是站得很惨烈 一个个神色复杂无比 都没有想到 她又回来了 芸汐秀发飘舞 厄诺身躯 微微发出荧光 她非常吃惊 心中很乱 多年后 那个人竟又出现了 从边荒而归 她也曾听闻 十号一战洞边荒 同一族之争 落下帷幕 而今 这位昔日的故人 并未战死 而是带着荣耀归来 现在 她又见到了 哎 小有天纵神资 不曾想到 竟是骑着一头 无畏狮子而归 这样一人一起 濒临城下 这是要破了天之城吗 老天人说道 目光闪烁 所有人都心中大震 无畏狮子这个种族 不是消失很久了吗 居然有人拿它来当做骑 令它们发毛 有些人看出了 那头狮子境界极高 第1762章 君灵 荒在临天之城 修为突飞猛进 连其坐骑 都是一头强壮的无畏狮子 震惊四方 金色的坐骑 载着那个少年 辟逆天下 威压天之城 打上门来了 很明显 这是要算一笔旧账 要跟天人族一战 这令许多人都猝眉 感觉不妙 高层都已经听闻 他如今强大无匹 在边荒百战不死而归 这等猛人 有几人敢惹 他们可不是道听途说 因为 该族有老天人曾去参战 亲身经历过 目睹了荒在边荒的风采 昔日 他只是个少年啊 这才过去几年 他的修为这么恐怖了吗 有人低语 难以置信 要知道 荒到现在 还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正是生命蓬勃出战时期 在很一段岁月内 都将是他的黄金时代 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 如今不入顿移境界 打破场里 开创了神话中的神话 这一纪元仅此一例 这是一个逆天的妖孽 其辉煌不可复制 独一无二 结果 这么一个年轻到 让人感觉惊悚的强者 找上门来了 一位诸日后 他们都将处在他的威慑下 这么一个前途远大 注定要俯视三千周的盖世器材 他的征容岁月 要持续多久 不可想象 许多人都已经遇见了 他的黄金时代才到来而已 其辉煌可能会延续一个纪元那么久 这么漫长的岁月 让他们怎么度过 他如果敌视天人族 绝对会有很多机会 将该族彻底给灭掉 一个人都留不下 当一部分老者想到这些 身体不禁打了的冷战 那一结果太可怕了 光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小友 过去有些误会 我们愿意化解一位老者说 因为 一想到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他们就觉得十分惊悚 一句话 轻飘飘 就想将西年的恩怨这么结果 十号审孝 这句话让很多人面色变了 慌不愿和解 不过 当想到昔日之事 许多人也不得不一阵沉默 而不少当事人更是心有沮丧 十分懊恼 要知道 当年他们跟慌的关系 若是能处理得当 绝对不会是敌人 慌惑芸汐归来 他们若非心生歹念 导致一系无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怎会如此 事实上 如果不是他们刁难 心中有了贪欲 想谋多十号的宝树 根本不会如此 有些事无需细想 当年正常发展的话 慌跟他们绝对是亲近的关系 是天然的盟友 甚至入坠天人族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些人偷偷妄想芸汐 当年十号就是护着她回来的 两人在下届时就相识 关系莫逆 在上届时更是生死同行 结果 谁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事 芸汐神色复杂 眼中有落寞 也有遗憾 当年天人族那么逼时号 真的将她送上了绝路 险些就处死 让她无法回头 同时 她心中一叹息 若是她当年强硬到底 坚决抗争 说不定十号的处境会好上一点 许多事一旦发生 就没有办法选择 天人族当年将事情做得太绝了 让她现在只能一探 天人族许多人都后悔了 因为这么一个强大的年轻奇才 本应跟他们站在一起 是同行者才对 现在 她居然成为了敌对者 在震慑他们 在她未来的黄金岁月中 将可能会以除掉天人族为任务 这前后一对比 天人族不少人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慌 你不要欺人太甚 此时 年轻一代有人开口 因为心中很愤怒 虽然知道慌强大 可是这么多年 谁敢这么强势 一人一起而已 就敢堵在天之城外 叫板一族 当听到这些话语后 很多人面色变了 尤其是老辈人物冷冷地瞪了她一眼 让她闭嘴 不要掺乱 莫要惹下大祸 吼 十号没有说话 但是骑坐骑黄金狮子一声嘶吼 金光大圣 升阵天地 贺道少说废话 哪个不服 出城一战 本座送你们全部上路 就是 这么强势 一头坐骑而已 敢这么叫阵 偏偏还让人没脾气 要知道 这是当年敢跟先僧王匹对决的种族 血统稀有而强大 尤其是 老天人曾参与边荒一战 更是深刻了解到黄金狮子在异域有怎样的地位 不禁一声叹息 放眼仙谷年代 这一族都是敢横住走的主 他有那么厉害吗 我天人族高手如云 难道还会怕他 启动大阵 直接将他震杀不就行了 有人低语 虽然许多人忌惮 但还有一些好战人士很不愤 尤其师兄 当年 你曾跟荒一战 他真的那么可怕吗 年轻一代有人问 尤其 昔日号称天人族第一年轻高手 所向披靡 无人是其对手 就是放眼三千周 也是同辈中的翘楚 但一番大战 流血拼杀 他被打得半残 连于几身融合的天命石都被夺走 就此半废 唯一庆幸的是 族人最后将他治愈 而近年来 他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有些反扑归真的味道了 有人说 他比以前更恐怖了 忧语轻轻一叹 道 当年 我跟他激烈厮杀 曾难分难解 到头来西拜这些年 我一直在折服 悟到 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我以为再次相遇 可以同他一战 再争个长短 可是 现在 我见到他后 已经知道 渐行渐远 他已经不是我被所能敌 所能追赶的了 忧语没有沮丧 没有挫折感 他 说得很平淡 也很冷静 像是说着一件很平常 也很符合常理的事 这让人震惊 这可是忧语啊 曾心高气傲的第一人 现在就这么 心境平和了 见到荒后 失去了一战之心 他认为 此事 年轻一代中 荒以无敌 看来 边荒岁月 真的很魔力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些人叹道 荒注定会无敌 不可压制 这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那位呢 他是否可以胜过荒 有人以最低的声音询问 并挑向某一个方向 在那里 有一个青年 他号称三诞天君 为天人族 有史以来最强传承者 当然 这个最强 是指同杰最强 他不是这一世的人 曾消失很漫长的岁月 不知道因为什么缘由折免 身体既能停顿 保持在青春岁月 不过 三诞天君自始至终都很平静 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纵有一战 我最终也会落败 三诞天君近开口 很平和 也很镇定 毫不觉得丢面子 他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都心中一颤 小友 过去的就让他结果可好 你的黄金岁月刚刚到来 我等愿和解老天人开口 这一次 他的姿态很低 并没有多说其他 这是要服软的节奏 让该族上下接震撼 十号有些意外 天人族就这么低头了 依他所想 会有一战 该族不可能这么快 低下头颅才对 做错事自然要付出代价 我为讨债而来 并不想白跑一趟 十号说道 目光扫向城上每一个人 可以 你说吧 需要什么补偿老天人说道 他看向一些高层 又看向芸汐 这让芸汐一震 十号笑了笑 道 很简单 我遇见天之城 飞仙十一用 这句话一说 让许多人心中一沉 一些老辈人物 更是面色发青 有些怒了 想要呵斥出声 但最后又隐忍了下来 飞仙十 那是什么 该族至宝 这东西怎么可能急出去 荒果然是来者不善 老天人为难 道 换一件东西吧 哪怕是给你我教的 古今一关都没问题 人们动容 顿时一阵嘈杂 为了跟荒和解 居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急于古兰金一关 然而 十号直接摇头 说 我身上的经文够多了 谈多嚼不烂 已经不需要一群人无语 傻眼 这是多门逆天的人 连送上门的 一部绝世经文都不要 可是 想到边荒传闻 得惜他究竟掌握 有哪些宝树货 他们不说话了 因为 有可怕消息 荒身上有数种宝树 属于石胸 还有真正的先道古今 的确不需要 他们这一组的经文了 我只要飞仙十 十号说 当年 他身陷天人族时 曾经见过那块石头 并曾打破禁忌 将之举起 在他以前 尊者境界的修饰 从未有人可以举起飞仙十 而那一次 他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此时发光 内蕴纹络跟他交织 帮他补全了自己 天生的至尊宝树 他幼年时被挖骨 第一种至尊宝树 残缺补全 结果 飞仙十直接帮他补齐了 这是何等逆天的其实 故此 石浩一直惦记 该石中有鲜玲 千变万化 若有仙气滋养的话 能谱写出绝世经文 小友 这有些抢人所难啊 这样吧 我们将飞仙十请来 放在城墙上 小友若有需要 可以近距离一关 老天人说 他离去了 亲自去搬飞仙十 不久后 他返回 将一块骑石 放在城头上 这块骑石 平日间古朴无华 真要动它时 才会有飞仙光雨 十分灿烂 神秘无比 尊者境界以下 根本无法撼动它 小友请来一关 老天人说 许多人都露出异色 向后退 十号很平淡 并未上前 没有临近此城 因为他身知天之城 非同一般 不可大意 要知道 西年这里可是出过 太古六大天人啊 去了边荒 他才了解到 太古六大天人的底细 天人族的过去 的确辉煌于可怕的下人 六大天人中 曾经有一人成为至尊 还有一人是准至尊 只差一线 就踏足进那个领域中 这等底蕴 这样的实力 恐怖的惊人 有人说 最强的两人 比其他四人 高出了一个辈分 不属于这一纪元 是真正的先古一名 还有人说 太古六大天人 其实是三倍人 如今活着的老天人 是实力最弱 也是辈分最低的那个人 天人族 曾经是三千州 最强种族之一 在太古前 可以在人道领域中 称皇称霸 绝对是事实 无庸置疑 故此 十号不愿轻易 踏足天之城 当然 他也不是完全惧怕 只是不想到时候 拿命去血拼 毕竟 他现在占据主动 堵在城外即可 封锁该族出路 嗯 突然 十号一惊 他发现身上有一雾发热 放出光雨 他心中一动 摊开手掌 多了遗物 那是虚空仙经书 是黄金藏士三藏 从仙玉中采到的 为报答十号而送给他 这无字天书 属于地落时代 现在居然有了反应 问 天之城内 城墙上光雨漫天 发生惊变 啊 怎么了 不 许多人大叫 因为 飞仙石动了 很突然 直接破空 飞出天之城 第1763章 不站而驱 羞的一声 飞仙石出来了 化为一抹流光 让开成片的仙道赤霞 击舍而来 在此过程中 虚空震荡 各种道文密布 如同连一般 他开辟出一条神光大道 急速到了境前 十号大秀一甩 直接就给收了起来 他对这块石头 掩热很久了 没有想到 他竟自动飞了出来 怎会客气 当入手之后 可以感觉到 他的沉重 如同一座巨石般 但是对于 而今的识号来说 这根本算不得什么 啊 飞仙石 天啊 我族质宝被荒夺走了 天之城 炸窝了 这是该族的传承 祖宝 就这么莫名失去了 绝不能接受啊 刚才 是质宝自己 飞出去的 有人说到 因为看得清清楚楚 真真切切 城墙上有阵纹 早已布下了守护大阵 任何人进出都不容易 非常艰难 可是 飞仙石跟此地交融 不受阻挡 是自己逃出去的 大阵不排斥他 真正的绝世大阵 是有生命的 可以分辨敌我 阵灵能辨别敌人于几方 故此飞仙石盾了出去 有些人猛了 觉得这根本不现实 族中的质宝怎么背弃了他们 跑到荒那里去了 不可能 一定是他动用了秘法 夺走了我族的祖宝 飞仙石不是用来悟道的吗 他还有灵石 还能逃 许多人像是第一次认识那块石头斑 我觉得不可思议 不管怎样说 现实摆在眼前 老天人也傻眼了 他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连他都不知道那块石头会跑 可以顿走 荒 还我族质宝 有人大吼 还来 许多人大叫 这东西怎么能旁落 不可能让其他族带走 这是太古六大天人 和利贷回族中的神圣之物 据闻 当年为了争夺这块质宝 可是杀了个流血飘鹿 日月无光啊 还好那个时代的天人族最强 现在 荒来了 只是够了勾手而已 飞仙石就跑了 这让一群人气得胡子都要拔光了 怎么可能接受 哈哈 十号大笑 用手摸索这块石头 看住粗糙 很朴实 但是绝对的价值连城 唯 稀释至宝 这石头真的太重了 估计用来砸人都没问题 高手被他击中也要古断惊涉 可是 仔细感应的话 十号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零食 这不是什么生物体 在当中 有东西 那是鲜玲珑 不是一致 习丐士高手的神石烙印这类产物 谢谢啊 十号大笑着 冲着天之城挥手 飞仙石在他手中 先是恢复古朴 但又发出光语 神圣无比 灿烂的令人心境动荡 难以自意 盛情相送 却之不公 我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十号哈哈大笑 一群人吐血 一个个眼睛喷火 十号用手摩索飞仙石 他发现真的跟虚空仙经书有关 两者间彭扶共鸣了 嗯 突然 他震惊 眼睛睁得很大 在他的另一手掌上 那虚空仙经书浮现一道身影 这是 怎么了 再过去 这块仙经书很像是一块板砖 形状与大小都类似 从来都是宁静的 不动的 没有任何显示 如果有经文的话 当初三藏也不会那么大咧咧地送出 要知道 这可是地落时代的东西 若有经文 价值无量 传闻 仙玉某一族的至强者 号称仙玉最强圣灵之一 就是因为曾得到过一部地落时代的经书 才无敌天下 这种东西 没有办法求取 望边望谷 又能有多少线索 在十号看来 这块仙经书拿来练器还差不多 不曾想今日他有了异动 超出了场里 竟有变故 他低下头 眼睛眯封了起来 仔细地盯着 那虚空仙经书上的身影逐渐成形 那是一个人形生灵 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像是一块平滑镜子上浮现的身影 整块仙经书 其他部位朦胧 盈盈灿灿 雾气缭绕 唯有那道身影发出道则 有文落伴随 十号心头巨震 寒毛倒数 不是下的 而是惊喜 这东西有大秘 有超出想象的惊喜啊 他现在不缺经文 因为掌握得的大法不算少 都有带他提升到极致境界呢 比如说不灭经文 这是他目前最想得到全部并练成的大法 可惜 有部分失落在九天上的禁区中 目前无法去寻找 闯进去的话 多半有去无回 但是 即便如此 手中有多种大神通 有数种秘法 但他还是很欣喜 地落时代 蕴含着天大的秘密 这若是一部古兰经 或许可以为他揭开神秘的一角 无上经文吗 还是某种史书记载 嘿 他很期待 刷的一声 他收起了仙经书 将这块石头也给装进了兽皮袋中 直接背在身后 小道友 这飞仙石可以挤你一用 但是你直接收起来是何意 老天人开口 阴沉着脸 现在 他已经不能做到镇定与从容了 真的很焦虑 当年太古六大天人从某一处遗迹中费尽千辛万苦 险些伤财带回来 怎能有事 今日我来讨债 你们送上飞仙石 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现在要反悔了 我可不答应 十号说 小辈 你欺人太甚 有老辈人物受不了 早先隐忍多时 但不代表他们可以一直忍气吞声 族中的质宝都丢失了 谁还能淡定 必须得夺回 慌 我奉劝你赶紧交回来 不然的话 有人大喝 不然的话怎样 有本事就出来 本作一爪子拍碎你们一片 黄金狮子开口 裂开血盆大口 狮病金黄 垂落到爪臂下 雄武无比 一群人怒视 但还真被镇住了 谁可以去一战 许多人都知道 这一人意气秀为高深的下人 就是老天人出去都看不见的能讨到好 除非至尊清零 顿一境界的荒 绝对可以横扫四方 不比他高上一个大境界 根本无法立敌 杀出去 我族质宝怎么能落在外面 太憋屈了 绝不能容忍 一群人大叫着 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十号健壮笑了 只不过有些冷 当年他在这里被折辱 而今见到他们这个样子 总算觉得稍微出了一口恶气 飞仙石想要拿回去 门都没有 他不可能交出 有道有想出来切磋吗 十号问 气煞我也 有些人叫嚷着 但就是没人出城 因为 大家都知道出去会是什么结果 用古城镇压他 有人低语 这座古老的城池发光 如同一个庞然大物复活 释放恐怖的能量波动 而后向着十号镇压过去 十号微笑 横移身躯 如同一道光影在动 移动就是数十万里 他没有去硬汉 避开了 不要妄动 老天人开口 因为 这座城池虽然强大 但是消耗太厉害了 他注重防守 这样追击的话 多半在没有击中敌手前 自身便要枯竭 这一日 消息传出 四方震动 荒去了天之城 一人一起挑战天人族 结果无人赶出城 让四方修饰震惊 哈哈 最后 十号离去了 没有攻城 带着飞仙石 骑坐着无畏狮子 消失在天际 他并不想血洗此地 如果真要杀人 也只是斩下昔日 针对他的那几人的头颅 但今日天人族 畏缩不出 他倒也不愿大动干戈 就这样 带着该族至宝 他离开了 就让这么从容地离去 后方 许多人咬牙切齿 那你想怎样 跟他去驿站吗 只能枉死另外 我得提醒你 他的黄金岁月要开启了 未来将是他的时代 我天人族 若是在跟他不死不休 早晚有一天会被灭族 有人叹息 这句话一出 引发大震动 天人族上下 都是觉得一阵寒冷 当年 若非有那些事 他理应跟我们站在一起啊 有人低语道 十分后悔 而昔日的一些当事人 则更是脸色难看 若非他们相逼 怎会落到这一步 一个个悔之晚矣 芸汐 你想家了吗 离开夏节多年 可愿回去 老天人开口 啊 芸汐吃惊 那飞仙石对我族很重要 你跟荒过去关系不错 我希望你尽力弥补我族 同他的关系 老天人居然这么说 让族人全都震动 你们听说了吗 不战而屈啊 荒军临天之城 带走了他们的至宝 天啊 荒越来越凶残了 连曾经辉煌无比的天人族 都服软了 外界 许多大势力的修士 都在议论 引发轩人大波 这件事无法成为秘密 很快就传了出去 这让我们怎么办 我叫可是祖祭过荒 被他灵力出手 他会不会登门报复 坏了 不久前 我族还有人在大骂荒 这要是传到他的 耳中 是否会灭掉我族 人人自危 因为荒太凶残了 连天人族都敢动 还有什么不是他敢惹的 听闻 天人族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现在主动要缓和同荒的关系了 据闻还想联姻呢 出动了该族的明珠 早干什么去了 天人族这次丢脸丢大 了 四方 一片嘈杂 人们议论纷纷 十号离去 直奔一处古地 那里有通往下界的路 他要去确定 探查个清楚 第1764章太阴太阳 十号一路几迟 他的速度太快了 现在不说三千周第一 也差不多了 昆蓬法加上缩地成寸大神通 另外还有雷地急速 身后化身出一对雷电驰 跟齐鹏驰一起震动 瞬息万里 黄金狮子郁闷 又被收进袖子中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十号速度快 现在被提着走 十号赶时间 他不想单得下去 一路纵横 快到不可思议 五 这一周临近无人区了 在三千周边缘地带 十号清雨 到了 他已经来到这片古地 临近目的地 在这块地方 他相当地低调 不想被人认出来 齐州 不是多么大的一个古州 自古以来 也缺乏明镇天下的 至尊级高手 但是却有一些神秘色彩 因为 在这块地域 生活住一些 十分古老的种族 太阴族 十号第一站 就到了该族 这个族群 生活在群山万河间 毗邻着一条大河 这条河水十分有名 竟是一条太阴河流 滚滚大河 漆黑如墨 阴寒刺骨 宛若一道明河 从地域流淌而出 关于太阴河流 地上很少 但也有一些支脉 不过 大多数太阴河流 都不可能是真正的 太阴水化成的 不然的话 两岸的生物都将被灭绝 难以生存 这里有些异样 有些太阴气增腾 但是却作用在 有限的范围内 太阴族很不一般 他们生活在太阴河岸 而且他们的居所很特别 在两岸的悬崖峭壁上 皆为玄关 他们不是藏士 是正常的生灵 平日也外出 但是房子都为这种玄关的形式 有石关 有金关 也有玉关 种类繁多 十分神秘 他们平日间吸收太阴之气 以此为修炼资源 一个个体质属寒 据闻最强者 可能在太阴河流的尽头 沉关于河底 真是个奇怪的种族 他们知道通往下界的路 十号惊讶 他独自而行 进入这片区域 他早已了解过 该族的一些生活习俗 以免犯几回 还好 该族虽然齐居的古怪 但是并不孤单 其实跟其他种族一样 只要沟通好 还是容易打交道的 十号准备了一些礼物 例如 太阴神髓 月寒石 九阴真木 冰封戒石等等 这些任何一件都是西真 他一路前行 跟不同人的请教 因为在这条长达数十万里的大河两岸 齐居太多的部落 都有自己不同的民俗的 虽然都属于同一个古老种族 但有些传说还是有出入的 故此 他走访一个又一个部落 仔细了解 详细探查 要弄个究竟 在太阴河的尽头 这是一个老人告诉他的 据闻 他活的岁月最为优远 太古岁月前就存于世间 一直到现在 但是他的修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因为他能活得这么长久 是因为当年在河水中得到过一枚太阴果 虽然腐烂了 但是对太该族来说却有极大的功效 太阴果就是从河的尽头漂流下来的老人说 这条河不是只有几十万里吗 十号醋梅 它振翅就可以达到 你我说的太阴河不一样 对于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许多人来说 狭义的太阴河流自然是指眼前这条河流 广义上的太阴河流则在虚空中 由纯粹的太阴构成老人说 大河滔滔 漆黑如墨 滚滚而涌 两岸 高山挺立 大公耸入苍穹 都缭绕带状太阴雾矮 更远处 古墓参天 原体虎啸 十号静静站立 跳往前方 他从这位老人那里了解到足够多 这地上地下所有太阴河流 都只能算是支流 其源头都在虚空中 还有一则传说 那条路在太阳河流的尽头老人叹息 接着 他又摇头 因为这很矛盾 这个年轻人来请教 为该族送上重礼 他不想欺骗 可是这个说法又实在太矛盾了 在该族的传说中 那条古路在太阴的河流尽头 可是 在另一个同样古老的族群内 传闻那条路 却是在太阳河流的尽头 而另一个种族为 太阳种族 太阴河流的尽头 太阳河流的尽头 谁说的对 哪个为真 太阳种族近乎灭绝了 还剩下小部分人 很难去他们那里 探出究竟了老人说 因为 以太阳为种族之名 曾起过纷争 如金乌 如太阳神藤族 曾有多个强势种族 都与太阳有关 他们厮杀 最后这里的最原始的 太阳种族落败 近乎灭族 十号厅的一阵无言 连种族之名 都需要战斗 想要弄清楚究竟 或许要到太阴河流的尽头 那里有陈关 可能有我族的一些传说中的 民宿 陈眠与闭关老人说 他说的太阴河尽头 是指这条大河的尽头 但是 那里 有危机 老人目录一色 最后叮咛 十号点头 谢过他后 直接离去 他没有立刻前往这条大河的尽头 那老人的告诫 值得重视 那里很危险 或许有许多莫测的诡异之事 十号去了太阳族 结果发现正如了解多的那样 这里很破败 只有一些很小的部落 人口少得可怜 而且 在这块区域缺少高手 根本不算什么顶尖大叫 不过 这里也有一条河流 名为太阳河 一条岩浆河 十号大翼 但是从当中感受到了 丝丝缕缕的太阳精气 跟一般的岩浆不同 过去 这条太阳河长达百万里 滚滚而涌 太阳精气沸腾 可惜一战过后 这里被打残了 太阳河流近乎前河 一味老于叹息 这是十号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 夺方打探 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十号离开了 再进太阳族七居地 并且到了河的尽头 扑通一声 他一个猛子就扎了进去 黑色浪涛澎湃 河中出现一个漩涡 将十号给吞掉了 这么冷 黄金狮子被放出来了 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因为十号又坐在了他的身上 这让他很无奈 很明显 有危险的地方 他绝对是要露头的 要帮荒探路 要挡刀 这里的太阳之力极其浓郁 水如同墨汁 又若地域苦寒之地 大河尽头 如同一个深渊 所有河水都坠落下来 进入地下 滚滚而涌 黄金狮子在这十号 一路下潜 后动容 因为 每当他以为到底时 就又会发现一个漆黑的巨洞 这个地方 彭腐地域十八层 深渊下还有深渊 每一次的入口都会变小一些 漆黑的要将人的灵魂都吞进去 第十七层了 难道还真是十八层地域 黄金狮子吃惊 这种格局与古僧一脉相近 若是人为设计的话 他相信 这里多半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古僧一脉 曾不治过十八层地域 故此 黄金狮子对于十八这个数字 非常敏感 僧曰 我不入地域 谁入地域 无畏狮子自语 他在琢磨那些典籍中的话语 这么有觉悟 要不你下去 十号止步了 黄金狮子鄙视 这是古僧一脉的经文 我是泛指 又不是指他 到了这里后 十号没有动 而是指住了身影 接着 他接连取出一件件空间法器 然后没有什么迟疑 将空间法器开启 直接用力扔进第十八层深渊 这是诅咒 黄金狮持惊 后颤抖 因为 他感觉到了 这种诅咒之力太可怕了 他才触及到一丝 肉身就要溃烂了 神魂都不稳固了 当即 他经得急速倒退 这太恐怖了 十号也没有停留 快速逃避 轰得一声 两人冲出水面 快速顿向天际尽头 你在做什么 黄金狮子怒吼 放心 你死不了 才这么一点而已 可以熬过去 十号说道 这是他从仙坟带回来的 最恐怖的诅咒之力 那是坟内的土质 还有一点腐肉 他就这样 全都丢进了 第十八层深渊中 而且不是一点 而是诸多空间法器 轰隆 下一刻 太阴河流的尽头 一下子沸腾了 冲出许多道身影 啊 有些人大叫着 怒法重关 还有的人 身上的血肉 大片的脱落 惨不忍睹 更有一些人 当即化成了白骨 在那里挣扎住 黄金狮子 看得头皮发麻 这就是那种诅咒之力 实在太可怕了 不啊 许多人都在嘶吼 痛得受不了 可以看到 有些人原本发丝浓密 可现在连头皮 都在跟住脱落 至于血肉等 都被俯视前进了 此时 就是他们的元神 都在腐朽 在烂掉 诅咒之力蔓延 强大如这些人 也都抵挡不了 这都是什么人 黄金狮子吃惊 因为感觉到了 这些人 若是没有受损的话 都十分强大 在他们当中 多为顿一境界的高手 须知 这里可是三千周 这个层次的修饰 极为少见 九天上的家族 阴魂不散啊 我都离开了 要去下界了 你们还不依不饶 追到了这里 想要除掉我吗 十号阴沉着脸 慌 你好狠的心 有人大叫住 成为了半骷髅体 原本他血气滚滚 十分强大 可现在遭受重创 几乎要毁灭了 你们这些人 若非过于歹毒 准备在这里伏击我 和至于此 十号平淡地说 慌 便是如此 你以为逃的了吗 就在此时 不远处又出现 几道身影 一个个露出真身 这些是没有进入 太阴河流的强者 你这老畜生 居然又露面了 我倒也明白了 你不过是一只走狗而已 你身后的主子 这次终于现身了 十号的脸色 当即就沉了下来 他的话语很不客气 相当地激烈 可以想象 他心中有何样的 一股怒火 因为 在远处见到一个人 是老熟人 也是一个大仇人 袁青 当十号进入九天时 这个人曾直接害他 他曾被贬为奴隶 被送进太厨 古矿去采时 就是此人所为 后来 这个人更是多次针对他 要害其性命 老东西 你与你身后的人 终于出现了 十号寒住脸说 第1765章 袁兄 袁青 这个人对于十号来说 称得上大仇人 十号所经历的许多磨难 都跟此人有关 才刚一进入九天 就被此人镇压 若非有人干预 当场就可能遭了他的毒手 便是那样 十号还是被他送进太厨古矿 从而被王家压制 强行收为仆从 可以说 若是没有袁青 就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事 再后来 袁青还曾派出子孙 到天神书院 针对十号 竟要斩草出根 庆幸的是 天神书院严厉惩了 袁青之子被废 其孙亦在仙谷战场中 被十号击杀 多年过去 袁青气色很不错 比以前更年轻了 黑发披散 十分浓密 双眼炯炯有神 盯着十号 十号不认识其他的人 但那几人很强 同时给人十分危险的感觉 或许是他们身上 有让人忌惮的东西 小孽畜 你真是命大 在边荒都不曾战死 而今还一路高歌猛进 真是留你不得啊 袁青开口了 他的这番言语 让十号眼中寒光暴涨 杀气弥漫 边荒大战 袁青从来就没有落过面 未曾去地关增援 没有经义分立 现在居然以这种语气开口 十号在边荒奋战 舍生忘死 到头来回归后 此人便跳了出来 想要将之击杀 你这伟至尊 来此徒增笑料 半调子的修为 如今有了一点长进 想来送死吗 十号寒生说道 在至尊不出的年代 顿一境界的修士 就会被一些人 私下尊为至尊 但是 谁都知道他们不是 只是一种尊称而已 那是在西纪 有朝一日 那种强人会更进一步 至于袁青 他当年还差一线 没有进入顿一境 现在 他终于突破了 击穿那道关卡 成为顿一境界的修士 带着身后的人来到这里 要阻击十号 你这在找死吧 十号进一步说 他有这样的底气 这么年轻 就是顿一境界的生灵 给他时间的话 可以一路横扫各方敌手 小辈 你现在在自负又能如何 我等根本就不会给你机会 你的一生就此完了 想登临至尊敬 那是痴心妄想 袁青很直接 他带人而来 就是要阻击时候 不给他蜕变的机会 不让他成为至尊 他自己或许不行 但是他带来了身后的那股势力 要扼杀天才 只手遮天 不给一个潜力无穷的少年 最后崛起的机会 事实上 他们之所以匆匆离开九天 急迫而来 不顾后果 就是因为内心怕了 十号在边荒一战 实在让某些人心中发凉 在他们看来 荒的潜力太大了 真要成为至尊 绝对可以横推九天实地 到了那个时候 谁能阻挡他 他一旦要清算 有些族群注定要负面 就算动用仙气 拿出长生世家的所有底蕴 还是不够看 我等在边荒拼死 你等战战兢兢 在后方狗活 享受平安 一旦大战落幕 便一个个猙獰跳出 对我等挥动屠刀 面对异域时 你们的胆子呢 你们的气魄呢 你们的威风呢 真是怪事 现在却凶狂了 如同那凸尾巴狗一般 窝里横 十号说的话语很难听 因为心中实在有一股寒意 让他不得不想爆发 这群人卑劣无耻 当诸 啊 远处 有些人依旧在惨叫着 痛苦的挣扎 那些都是藏在太阴河流尽头 中了诅咒的生灵 有人行的 也有其他物种 此时全都惨不忍睹 噗 有点人化成白骨 坠落进黑色大河中 就此灭亡 因为元神被腐蚀的烂掉了 彻底终结 还有的人眼睛裂开 额骨堂血 武脏烂掉 元神在焚烧 哪怕是不死 也要去掉大半寿元 并且倒横废掉了 可以说 早先藏在河底的强者 有九成都要废掉或死掉 只有个别人熬了过来 但是失去了半条命 就是这么的霸道 仙坟的诅咒无解 只能靠自己硬抗 尤其是 这次是十号 从仙坟内部带出的诅咒 就更加的不一般了 动辄就可以覆灭一方的生灵 埋伏在河中人费了九成 但是 元清身后的那几人 却不为所动 一个个都很从容 有点意思 其中一人开口 很平淡 也很宁静 根本就没有太在意 像是一切都静在掌握中 这个人背负双手 向前走来 他身穿月白长袍 长发垂落到腰脊 有点先锋倒骨的味道 可是眼神中 却带着冷意 此人看起来 三十几岁的样子 但可以料想 这绝不可能 是个真正的壮年男子 而是活过漫长岁月的前辈修士 呵呵 有个女子也笑了 一袭鹅黄色的长裙 面容娇好 浅笑住 但是在嘲讽 还有一种蔑视 这个女子也很强 绝对是顿一进阶后期的高手 同样对十号有些轻慢 装什么大一把狼 十号说道 很直接 毫不留情面 那几人神色顿时一将 虽然知道荒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这么的不讲究 上来就呵斥 还是让他们面色有些冷 你可知道 我们代表了怎样的一股力量 身穿月白长袍的男子 冷声问道 不就是长生世家吗 还是那种没有担当 连异域大战时 都不敢赴死而战的世家 十号说 现在想都不用想 敢对他动手的 一定是长生世家或皇朝 那几人面色更冷了 我一直在想 边荒大战时有人通敌 甘坐内奸究竟是哪一族 现在我明白了 十号说 闭嘴 我们与你是丝绸 同那些无关 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子 呵斥 打断了她的话语 是吗 我怎么觉得 就是你们 十号说道 他盯着那几人 胡言乱语 那男子冷声道 堵住他 莫要让他逃走 另一人说 原青在旁边笑了 很轻浮 虽然年岁不小了 但是却很张扬 仔细看笑容也很冷烈 因为终于要杀荒了 这几年 十号成为他的心病 自从当年针对这个少年 没有击杀成功 反而不断听到 奇突破的消息 让原青住时坐不住了 小聂处 今日终于等到你的死期了 他冷笑住 有些人就是这样 分明是有错在先 结果到头来去认为 是别人负他 还要变本加厉地 不断针对 真是可惜了 想你们的先祖 何等的英雄了得 到了你们这一辈 却是这么的不堪 十号说 他没有理会原青 而是看向另外几人 因为他知道 自始至终 原青都只能算是一条走狗 如今对他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顿一境界的强者 他照杀不误 哦 你确定了我等的身份 那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子笑道 毫不在意 很是放松 不就是封祖的后人吗 你不觉得有愧祖吗 十号冷声道 言语中带着轻面 对面有一两人面带蕴色 不是那么平静了 透出杀气 双眼忧碎 也很冰寒 冷漠地看住十号 我都不需要细想 就知道是二等 十号默然说 因为当年透过一些线索 他了解到原青听命于 长生世家丰族 之所以针对他 就是想压制他的气眼 他透过一些途径 知晓了一些旧事 丰族的某位老祖 曾经针对十族 对醉血后人压制 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态度鲜明 下命令惩处十族等 醉血后人 这个定罪是怎么来的 在帝观时 十号有了进一步了解 有残仙的身影 如仙殿等 此外 还有九天上的势力 如丰族的某位祖上 你们这样做 就不觉得愧对你们的十族吗 那位丰族当年仙谷一战 可是铁骨蒸蒸 立下不时功勋 身为他的后人 你们这么的卑鄙 头笑了抑郁 不觉得可耻吗 十号贺问 我再说一遍 这只是私人恩怨 跟其他无关 别给我们乱定罪名 对面 有人森冷地说 十号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因为的确没有证据 他只是猜测而已 当初 在地关时 有人投靠异域 还曾在天寿森林 跟异域的修饰一同追杀他 到头来 也没有泄露身份 不过 据他判断 肯定为某一长生世家 如果不是王家 荆家 还能是谁 此外 他当年 跟丰族一些嫡系 交过手 也了解过该族的态度 故此 现在怀疑 他们就是那错人 风行天 我族修出三道仙气的最强传人 连完美无瑕的种子 都为他准备好了 结果却被你先行阻杀 那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子 此时面孔有些扭曲 十分的猙獰 你是他什么人 十号问 他自然记得 风行天的强势 十分可怕 精通黑暗古天宫 还有十字神道 当年曾跟他激烈大战 结果在仙谷战场被他击杀 我是他的祖姑姑 名为风百灵 与此达到 鹅黄色长裙飘舞 带着无尽的杀气 跟以前的气质不同了 很显然 他一直在忍住 现在终于到了最后时刻 要杀十号了 还有我的侄孙封念 他的死也一定跟你有关 身穿月白长袍的男子冷冽地说 他鸣封丝 活得岁月优远 实力非常的强大 封念不是我杀的 他死于古皇蝶手中 十号很平静地说 当日 在那片古战场中 他们发现一个洞府 那里有一只黄蝶尸体 散发不朽仙光 将封念击杀 当日 封念曾说过 就算灭掉九天那些 修出三道仙气的年轻修士 也无所谓 只要他风足无恙 哪管他洪水滔天 根本不管日后 异域攻来时 是否会有人抵挡 不在意会有怎样的后果 因为 他说的明白 他们是长生世家 当年能从仙谷活下来 自保无恙 这一世依旧可以 那时 十号就知道了该族的态度 即使不投敌 也会如那些生命禁区般 多半置身事外 封念很强 被封为封侯 想来他的死 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打击 不过死在黄蝶仙光之下 他也不冤 十号哈哈大笑 今日既然都说开了 让你做了一个明白鬼 你可以上路了 封百灵说 要活的 忘了吗 老祖要见他 另一人说 就凭你们 十号哈哈大笑 别说是他们 就是该族的至尊来了 他也看不见 一定会死 既然赶来 就有击毙你的手段 封丝冷冷的说 差不多了吧 大阵已经启动 封百灵说 就在这一刻 四野 寻山万鹤 都在征腾瑞霞 发出赤胜的光芒 要封天所地 真奢侈 真浪费啊 十号漫不经心的说 我会发出赤胜的光芒 我会发出赤胜的光芒